第477章 好一个大孝子 阿富 司马懿抬手在父亲身前挥了挥 司马房这才猛然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走吧 他轻声说 司马懿点点头 稍快半步 边走边同父亲讲解 这条街就是桌线原本的主道 不过 徐家军来后又往左右拓宽了不少 街道旁的店铺民宅也都修缮过 不过大致上还是保持了原来的模样 再往前走 就是桌线从前的斧牙 现在已经改成了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很好认 三层的四方水泥砖楼 是桌线除教堂以外另外一座地标建筑 虽然已经有儿子家里那栋两层小楼打底 但当三层楼高的办公大楼出现在眼前时 司马房还是没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栋大楼和他家儿子的小房子可不一样 占到五百平方米 四四方方巨大的方形盒子耸立在街道中央 与周围的古典建筑相比 就像是个天外来客 大楼上的窗户全部都是透明玻璃 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伸住徐家军六代装的短发男女们 在大楼门前静静出 似乎有忙不完的事 每人脚步都是匆忙的 不过再忙 他们也思路清晰 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把时间分割得清清楚楚 一秒钟也不耽误 乱中有序 那是什么 司马房指着办公大楼一楼大厅中央悬挂的巨大圆盘 疑惑问道 他觉得这个带着两根长针的圆盘似曾相识 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看过 总之 很眼熟 司马懿顺住父亲指的方向看去 见到大厅内那个圆形钟表 解释道 这 适中 上面的数字代表时间 指针指出来的就是现在的时间 说着 见父亲来了兴趣 钱翠领他走进大厅 近距离讲解 办公大楼里的办公人员都认识司马懿 纷纷朝他头来友善地微笑 同时也不忘向他身旁的老人问好 听着那一声热情的老先生您好啊 司马房严肃的面庞被带动得不知什么时候 也露出了笑容 汗手回应 等他发现自己笑得像个傻瓜时 父子俩已经来到那面大钟表下方 近距离观察 才发现这个钟还在滴答滴答响 司马懿解释 一动不动这个是时针 缓慢挪动的这是分针 一直在动的这个是秒针 它们代表了十分秒 咱们徐家军的时间是按照半个时辰六十分钟来计算的 看天色 咱们都知道现在是晨时末 但你看这个钟 就知道现在是早上八点五十六分 再有四分钟 就到四十了 一分钟六十秒 秒 过得很快 您看秒针没走动一个就是一秒 所以就知道四分钟很快就要走完了 司马房听着关于十分秒的解释 想起了家中的沙漏 他在想 沙漏和这个钟表比起来 谁更好使 答案显而易见 钟表完胜 父子俩离开办公大楼 继续往前走 在路上 司马懿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块电子表 取出来弟弟老父亲看 隐隐有几分炫耀的意思 想当初 他就是因为这么一块小小的电子表 从而选择留在徐家军中 再也没有回曹营 当然了 真实情况是 他当时想走也走不了 但这种丢脸的事 司马懿是不会跟父亲说的 司马懿认认真真炫耀了一遍自己的电子表 司马房恍然大悟 我想起来了 我见过的 公孙昊手里也有这么一块小小的表 当时他想凑上去仔细看一眼 公孙昊就把衣袖拉了下来 什么也没看清 只知道徐家军中 有一个可以看准时间的小玩意儿 你怎么也有 难道这样的宝物 徐家军中人人都有吗 司马房够意追问 这一路行来 他已经知道徐家军很有钱 但要是有钱到宝物 人手一个的地步 那这天下也没什么好争的了 幸好 他儿子摇了摇头 这种表首领手中确实有很多 但只发给对徐家军有大贡献的人 司马懿一边解释 一边趁父亲不注意 把自己的万表拿了回来 这万表他也就这一个 真送不起 就算那个人是他爹 也不成 司马房瞠目 真是好一个大孝子 司马懿只当感受不到父亲的怨念 指着前面这栋两层楼的建筑说 阿富 卫生锁到了 身体要紧 咱们先看病 水泥砖房看多了 司马房也没什么特别反应 眼前这间卫浴 只是强刷得更白一点 气味更奇怪些 什么味儿 司马房捂住鼻子问 司马懿 酒精的味道 消毒用的 习惯就好 司马房摇摇头 嫌弃的眼神到处乱飞 观察着这个奇怪的药堂 第一感觉就是大 然后是人多 什么人都有 但都老实地在那些女艺者的引导下 认真排队 没人敢不听话插队 瞧到门口那两个威武高大的徐家军了吗 手中两把钢刀亮闪闪 凡是不听话的 直接拖出去杀了 这般凌裂严肃 一直觉得徐家军温和有理的司马房看得一激灵 他这才想起 徐家五人 没一个是善茶 司马懿拿着挂号的号码牌 带领到处乱看的老父亲来到顾大夫的门诊室 因为已经提前约好 头一个患者看完出来 就轮到父子俩 顾大夫都是老熟人了 司马懿也没客套 把父亲安排到椅子上坐下 给双方做了个简短介绍 就退到一旁站住 你爹不愧是你爹 司马房明明没病 所有人也都知道他没病 但人家坐在真正有本事的大夫面前 一点也不出 顾大夫问话 他就答话 顾大夫问 听众答说您头疼 是哪个部位疼 司马房答 痛起来的时候整个脑子都是痛的 什么程度 痛得剧烈吗 顾大夫示意司马房把手搭过来 给他把脉 司马房地上手腕 说 有时候疼起来恨不得以头撞墙 眼前时常出现各种奇怪的事物 都痛到产生幻觉了 顾大夫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因为手下 这个脉搏平稳缓和 应当只是脾胃不太好 偶有失眠 还远达不到头痛欲裂 出现幻觉的地步 第478章 你真是我亲爹呀 司马房还在描述自己的病症 顾大夫 我这头痛之症已延续七八年 出事还好 太医开了药方尚且可以忍受 发作时常确实有所减少 但现在在用从前药方 都没有什么效果 发作 时只能饮酒麻痹 硬熬过去 顾大夫胡怡地扫了司马房一眼 老狐狸一脸忧心痛苦 感同身受 再抬眼去看司马懿 年轻人对他点点头 示意他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不用顾忌自己 于是 顾大夫毫不客气地拆穿司马房 你是替人过来看病的吧 见 被看穿司马房笑了笑 不慌不忙撤回自己的手 问道 头疼如此严重 顾大夫可知这是什么病症 顾大夫不答 只是不爽地逆了司马房一眼 但还是看在司马懿的面子上 没有直接把人撵出去 司马房见顾大夫不答 回头看向儿子 眼神询问 你确定这大夫可靠 司马懿看向窗外 没有结查 顾大夫把父子俩的小动作 看在眼里 忙端起水杯 先喝了一口热水 压压自己这生起来的火气 这才重新开口 页素问 先前可有看过其他大夫 这些大夫们怎么说 他记得 名医华佗就在曹营 那位的医术 可比他高超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不信这位名医 不懂如何医治这样的头痛之症 司马房神色有点不自然 但想了想 还是把那不好说的事说了出来 确实看过其他大夫 大部分大夫都没办法 但有一位提出医府开炉 取出风险的法子 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人开了炉 不就死了 所以 这位名医被杀了 后面这话司马房没说 顾大夫却有点猜到 疼得站了起来 焦急问 那位大夫怎么样吗 司马懿也靠了过来 他已经猜到父亲口中的头痛重病患者 是谁曹德 司马房遗憾叹道 这口出胡言 想要害人的大夫 自然是不能留下的 死了 顾大夫不敢置信地追问 司马房淡淡汗手 死了 你们怎么敢这样 那可是名医华佗 你们 你们居然 你们 顾大夫气得满脸通红 猴头发紧 话都说不出来了 司马房小心地往后退了退 但心中不以为然 他理解医者之间的心心相惜 但华佗提出的治疗方案实在可怕 更何况他想开炉的人还是主公曹德 死得并不冤枉 顾大夫深呼吸 又深呼吸 还是忍不住心中的气氛 怒喝道 你们俩给老子滚 无知匹夫 疼死你也是活该 司马懿按道完蛋 忙拉着海里直气中的老父亲准备退出去 没成想 老父亲还要追问 顾大夫你此话何意 什么叫做无知 难不成他要把人脑袋砸开还是对的 当然是对的 顾大夫背后 道 我听了几句便也想到 如此严重的头疼 还伴有幻觉 恐怕是得了脑瘤 这瘤不取 病痛不消 药物已经无法控制 唯一的办法只剩开炉取瘤 你们这群狂妄匹夫 你们知道什么 你们就把人给杀了 越想越难受 顾大夫感觉自己都要心痛到窒息了 两人还在这碍眼 抄起桌上笔筒狠狠砸了出去 快滚 再不滚我就叫人来了 对不起 顾大夫 我改日再来给您道歉 司马懿一把拽住老父亲 把人拖走 司马房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出了卫生锁 还止不住气 低喝倒 一个剑级医者 张口便要开了主公脑袋 杀了便是杀了 主公何错之有 这顾大夫 竟敢骂我主公无知匹夫 瞧他那满面通红的吓人样子 疯了疯了 他简直是疯了 司马懿背过身去 长叹了一口气 回头 一把捂住 了老父亲喋喋不休的嘴 给我闭嘴吧您 司马房瞪大了一双老眼 像是不敢相信 儿子居然敢这么对老子 司马懿猜不惯他 一边把人拖走 一边警告 我说过多少回了 这里没有剑级 没有剑级 首领最是稀才 特别是华佗先生那样的名医 要是 他知道您的主公 连名医都忘杀了 您心里打的主意 怕是不能成了 司马房瞪大的眼睛 瞇了起来 突然意识到 我儿子已经不是我儿子 他对徐家军死心塌地 还有 今日您替人看病的事 要是传到首领耳中 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几日 您老是给我待在家中 不要出门 反正这一路上走来 你想看到的也都看到了 徐家军的实力 绝对比你们想的 还要厉害一百倍 你们想把人荡枪使 好作收鱼翁制 利 这是不可能的 这天下徐家军压根不在乎 他们要的东西 你们根本理解不了 父子俩来到回家的小巷里 司马懿这才松开父亲 认真劝保 阿富 徐家军并不是靠兵力多寡取胜 他们靠的是天下明星 要不您也留下来 别走了吧 反正这徐州 衍州 豫州迟早也要被徐家军纳入版图 倒不如现在我们父子一起留在徐家军中 为家族好好谋算 多赚点政绩点 换取更多好处 司马房一巴掌挥到了老儿子的后脑勺上 啪的一声脆响 司马 一蹴不及防 差点头都给老父亲打歪 待反应过来 父子俩真生出了火气 司马房 我的大孝子 你小子这胳膊肘往外拐的也太厉害了 明明知道你爸我是过来忽悠徐家军的 还跟老子演了这么久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小子居然说你爸我一把缩哈的前力骨 他要跌停退市 你可以侮辱老子的智商 但不能侮辱老子看人的眼光 司马一怒瞪回去 你可真是我亲爹啊 你也不想想你这么做 要是首领对我有一丁点不信任 那我在徐家军中的辛苦经营就全完蛋了 但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为了整个家族的存亡在这累死累活 你个当爹的居然这么坑儿子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为的都是同一个家族 你个亲爹 你不但不信任我不跟我商量 你还要欺骗我感情 跟我说你病吗 父子两双破大房 就这样眼含火花的在巷子里堆视住 周围的空气彷彿都凝固了 枝牙一声 一个大娘端住一盆洗碗水 从门里走了出来 眼睛看也不看 羊手哗啦往跟前一泊 潇洒转身回屋 砰的一声 房门重新关上 只剩下浑身被浇了个透的父子俩 站在冷风中 阿T 冬日的风可一点都不温柔 父子俩狠狠打了个喷嚏 而后互相搀扶着 迅速转身跑回家 第479章见面 咚咚咚 一大早 徐悦刚起床 房门就被敲响了 阿尔在院子里打扫 文生朝屋内看了一眼 见徐悦汉手 才起身去开门 司马先生 看到门外的人 阿尔有点惊讶 抬手请人进门 回头冲院李炳 首领 司马先生来了 徐悦穿戴好 拎着陶瓷杯和羊毛做的牙刷 来到院里 打水洗漱 大清早的有事吗 你父亲怎么样 大夫怎么说 徐悦笑着问 接了水 在窗台的小盒子里沾点盐 蹲在屋檐下开始刷牙 司马懿早就习惯首领 这随性的样子 站在他身前 一边看他刷牙一边说 首领 对不起 笨 徐悦疑惑地抬起头来 顺便灌了一口清水 把嘴里的盐冲前进 你怎么了 司马懿接过阿尔手上的毛巾 双手递叠徐悦 徐悦顿觉惊悚 你别这么殷勤 有时说是但还是 接过毛巾 擦前进了脸 徐悦招招手 示意司马懿跟自己进屋 院里冷得很 不适合谈事 两人到了屋内就坐 阿尔为二人弃了杯 热乎乎的奶茶 便立在一旁 随时等候吩咐 你出去忙你的吧 徐悦对阿尔道 阿尔汗手 这才退下 走之前 贴心地把房门关上了 好了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你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徐悦端起奶茶 享受得一口一口钱抿住 司马懿没这份心思 纠结片刻 开口还是那句对不起 我阿封他没病 司马懿探倒 说完 抬头去看徐悦的表情 他冲他摇头笑了笑 表示没关系 嗯 还有呢 这么平淡的反应 令司马懿有一瞬的愕然 但很快他就知道 徐 悦恐怕在昨日事发时 就第一时间收到了讯息 之所以没有昨天就找他 就是在等他自己上门 这说明 他还是信任他的 想到此处 司马懿悬了一整晚的心 总算落了地 哀 他又叹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是把酬绪全都叹了出来 人立刻变得轻松了 我阿父他想见首领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空 不等徐悦回答 又补充 若是首领没空 我便自己打发了他回老家去也可 不留你 父亲这过年吗 徐悦关心道 你也这么多年没回家了 你想不想回去 回去 他可不敢 司马懿忙摇头 一脸苦涩 首领别开玩笑 我现在怎么回去 他要是真回去了 就算他爹 他的家族能容他 曹德这人也不可能容得下叛徒 到时候 怕是他亲爹也不能保全他 徐悦安慰道 你也别急 再过两年 你就能回家和家人们团聚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司马懿眼睛眯了起来 首领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徐家军这就准备南下了吗 你阿父想见我啊 徐悦思索片刻 安排到 那就今天吧 下午我在办公室里等他 对了 他真不留下 跟你过年了 徐悦好奇追问 司马懿汉手 阿父怕首领责怪他 谎称有病的事 想给您赔个罪 就回去了司马懿面上 没什么不舍 但徐悦知道 父亲不能留下 他心里也有点 遗憾 你想不想你爸多待一会儿 回程可没有航船了 得走陆路 公孙昊来这一趟 要年后才回司马懿当然知道 可老父亲执意要走 他又有什么办法 那个绝老头 是不会听人劝的 想到同事们过年 都能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 而自己要一个人 孤零零地待在那小楼里 看出外面的万家灯火 司马懿顿绝心梗 我去跟你阿父说说看 走吧 上班时间要到了 徐悦冲司马懿挑了挑眉 一副包在我身上的样子 司马懿心头微暖 但也不敢抱持什么希望 绝老头之所以被叫绝老头 那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绝 两人一起离家 往办公大楼走去 司马懿想了想 还是没忍住问徐悦 首领 我阿父此番过来 无非是想看看 徐家军的发展情况 您就这样让他看了 还这么轻易放他回去 会不会 这是我全家人的意思 徐悦回头抢下话茬 表示自己的决定 不只是个人的决定 而是全家人的意思 免得司马懿有顾虑 他爱看就看呗 我巴不得他多看看 徐悦这是真心话 他恨不得司马房回去后 多给徐家军宣传宣传 他就怕外面的人 不知道徐家军 是什么模样呢 当然 对方是敌对势力 最大的可能性 是抹黑他们徐家军 但只要他们这些上位者 清楚地知道 徐家军不好对付就行了 至于老百姓那边的风平 徐家军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孙阿山已经带着 火炕帮弟子们出发了 知道了徐悦的真正态度 司马懿彻底放下心来 昨晚他还担心徐悦 徐悦会借此事刁难老父亲 要给他几分颜色看看 现在看来 是他把首领的格局 想得小了 或许 这就是当局者迷吧 毕竟是亲爹 司马懿就算在理性 还是会受到亲情的牵绊 让他看不清楚 华佗真的死了吗 进办公室前 徐悦突然问道 司马懿艰难地点了点头 他昨天问父亲 是真的死了 在咱们徐家军的地界上 大夫受人尊敬 但对曹德来说 这也不过是个没有身份背景 想杀就杀得贱民而已 司马懿有点唏嘘 徐悦心情有点糟糕 毕竟他当初还想着 等拿下中原 就把这位有名的医者 挖到自家卫生所里来 没想到 好好一个人 就这么死了 死得还这么冤枉 因为心情不好 下午见到司马房时 徐悦的面上一丝笑容也无 司马房打量着面前 这个疏注高马尾的少女 身材高挑 五官精致 若是换一身长裙 梳上发迹 也是个世家女的金贵模样 此时 这个少女正同他那双 透亮的黑眸看住他 他能够在他的眼里 清晰看到自己的倒影 管他什么阴谋阳谋 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 这种感觉 对司马房来说 是很奇妙的 因为从前处在 徐悦那个位置上的人 就是他 而不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子 第480章为了文明 老先生请坐徐悦抬手 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客气邀请 他面上没有笑容 但也没有别的其他情绪 司马房发现 自己这个一把年纪的人精 居然看不透这小丫头 心里在想些什么 掀起衣袍 事事然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原本出门前 他是穿着徐家军军服的 但临出门 又突然换回了华丽却不保暖的广袖如山 或许 这就是上流豪门 对风流的执着 徐悦在心中感叹 司马先生说您想见我 有什么事要说吗 徐悦一字不提看病的是 司马房更觉他心机深沉 对付得更加小心 只是这一个照面 他就知道 徐家军这个女首领 不是好对付的 加上昨天被儿子 直接拆穿了自己的目的 司马房也识去的 没有再提起一开始的打算 他现在不想跟徐家军谈什么合作 他只想知道 面前这个年轻首领 他到底是什么妖怪 司马房露出和蔼的笑容 就像是在面对一个小辈 而非面对敌军首领 他拒绝承认 面前这个女首领气场强大 差点把自己都压下去了 他好奇到 听说首领一家乃是天神将士 下凡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所以 老夫也想看看天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这才大胆过来 逃扰司马懿站在 一旁 听见老父亲这番话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 他忙看向徐悦 露出苦笑 我父只是好奇 单纯好奇 并无冒犯的意思 可惜 他解释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徐悦打断了 他惊讶地看住他 你怎么还在这 活都不用钱了吗 我给你放假了吗 司马懿 得 他还是走吧 免得在这屋里提心吊胆的 司马懿给老父亲递了个警告的眼神 关门离开 屋内只剩下徐悦和司马房两人 徐悦接着刚刚司马懿的话问他 那您 可看清楚我的模样了 和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司马房点点头 和常人无异 不过比一般人好看一些 这话听起来真心实意 徐悦嘴角微弯 露出了笑容 您眼光真好 司马房嘴角微抽 这女妖怪还真不客气 徐首领既是仙人 应该会不少法术吧 司马房试探 他以为 这种敏感话题 对方会想尽办法敷衍过去 比如说什么施法前要摘戒沐浴 今日不移之类的 但没想到 徐悦反问他 老先生想看什么法术 是这样的吗 徐悦突然升起了 吓唬一下老人家的想法 抬手一张 一块小小电子表 凭空出现在他手中 还是这样的 手一抓 再摊开 手表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锋利的重剑 被徐悦轻而易举地颠在掌中 诱惑者 是这样的 重剑凭空消失 连带住办公桌上的各种文件 一并没了踪迹 留下前进无比的桌面 东的一声巨响 在办公室内响起 坐在椅子上的司马房 由于受到惊吓 不停往后仰 直接连人带板凳摔倒在地 徐悦反倒被他惊一跳 忙起身来服 老先生您没事吧 可别摔住了 我可没办法跟司马先生交代啊 你 你 你莫挨老夫 司马房连连后退 看到徐悦伸出来的手 只怕他把自己也给变没了 徐悦无奈停下 一脸无辜 不是老先生想看看法术吗 我这都给你演示了好几遍 不知道您可还觉得满意 你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司马房颤住声音质问 徐悦没忍住笑出声来 刚刚还说我是神仙呢 现在又说我是妖孽了 老先生您见过这么和善的妖孽吗 徐悦还想赐他几句 但 看他一把年纪大冬天地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到底还是不忍心 收起了戏谑的笑 再次伸出手 起来吧 刚刚逗您玩呢 没有妖孽 也 没有神仙 没有妖孽 也没有神仙 那刚刚 司马房指着前进的桌面 那上面本来有很多书籍文件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当他眼瞎啊 徐悦一挥手 被他收进研究室内的文件 重新出现在桌面上 散乱地摆放住 司马房本已经要顺着他搀扶的力道站起身 又见到了这一幕 小腿都一抽 一个站不稳 再次坐倒在地 睁着一双警惕的老眼盯着他 还说没有妖孽 没有神仙 那这是什么 徐悦好笑地把这老头抓起来 立起椅子 把他先安置好 这才又回到自己刚刚的位置上坐下 我懒得解释了 您觉得是怎样就怎样吧 无所谓的 听司马先生说 您这就准备回老家 不多住两个月了吗 我们这过年可热闹了 今年幽州大定 我还准备让文青他们戏剧团 办个春节联欢会 您要是这就走 那就太可惜了 徐悦一脸遗憾地补充道 今年他们还学 冷魔术 像是什么大便活人啊 水上行走 还有宾戏 小品 舞蹈之类的 大便活人 司马房疑惑追问 这名字光是听起来 就觉得不简单 活人还能直接变出来 这特么真不是仙术 徐悦笑着说 您这么感兴趣的话 留下来亲眼看看再走 岂不是更好 司马先生应该也跟您说过了吧 公孙昊的船 年后开春 才回程 要是您现在回去 没有船 您只能走陆路 在我们幽州地界还好 到了冀州 我们可不能给您任何保证啊 徐悦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 再有一小时就下班了 但他还有些文件还没看完 老先生 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没有的话 咱们改日再聊 徐悦明是要送客 司马房没动 他看住徐悦把桌上散乱的文件整理整齐 心中已经无法分辨 他刚刚的几次凭空取物收物 到底是那什么魔术还是真的先述手段 他不解问 你们到底要什么 倘若没了皇帝 没了世家门法 没有了贱民和奴隶 这个社会将会如何运作 徐家又不想当皇帝 又不要做全臣 拿他们做这一切 到底图什么 问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太多了 徐悦有些困惑 他们想要的真的很难懂吗 他坐直了身子 认真达到 为了闻名 第481章拿来吧你 闭合的办公室门打开了 躲在楼梯拐角处的司马懿 壮似不经意路过 就见他老父亲呆愣愣地 从里面走出来 双眼迷离 嘴里念叨住 闻名 闻名 为了闻名 之类让人听不懂的话 阿富 司马懿靠了过来 老父亲并没有搭理他 把他荡成了空气 全身心投入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这反应让司马懿心头一跳 急着交文件的理由 非快把办公室内的状况 包括徐悦都扫了一遍 有事 徐悦抬起头来 胡疑问 司马懿嘴角扯出一抹笑 摇摇头 又飞快地退出去 老父亲还站在走廊走道上发愣 眼睛盯着楼下来往往的徐家军 不知在想什么 司马懿看了看万表 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 早退不好 便把老父亲搀扶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打算一会儿下班了 一起去徐家饭店吃顿饭 做菜他是不可能煮饭的 吃快餐他不香嘛 来到儿子的办公室 发愣的司马房总算是恢复神采 眼睛打亮着这间小小的白色办公室 四四方方的房间有十多个平方 两面都立着高高的柜子 上面写着编码 放满了各种文件 在房间中间是一张长方形的桌子 有抽屉的 司马房走过去 拉开一个看了看 里面都是些个人用品 还有司马懿囤下来的吃屎 光是一眼 司马房就从那花花绿绿的包装袋看出 这绝对不是这世间能生产出来的东西 这是什么 徐悦给你的 司马房沉着脸问道 提到徐悦 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带了一股气 司马懿看自家藏着的好东西都被老父亲翻了出来 心中暗喊一声 临时不保 面上一脸公顺 把抽屉里的三包泡面和两罐可乐拿了出来 塑胶包装袋因为触碰而发出声响 被司马懿整齐地摆在桌面上 他解释 这都是首领给的 儿子攒了两个月才攒下来这么多 一直都放在办公室里 要不是阿父您翻出来 我差点都忘了他们 言下之意 不是儿子有好东西不给您分享 而是儿子忘记了 司马房拿起可乐瓶 黑乎乎的液体看得他直皱眉 这能是什么好东西 这 东西确实不好 眼看老父亲要晃瓶子 司马懿忙把那瓶可怜的可乐 从老父亲手中夺回 重新稳稳当当地放回桌面 这不能晃 晃了里面的气泡就没有了 滋味就更不好了 司马房不说话 就这么冷眼盯住自家的大孝子 你就不准备让你老父尝一口 阿父 这东西含糖量太高 您上了年纪要少喝 对您身体不好 司马懿一边说一边企图 把自己为二的两瓶可乐收回去 一只苍老却有精的手挡了过来 司马懿猛地抬头 就对上了老父亲那双不怒自威的眼 拿来吧你 司马房一把把可乐抢了过去 可惜不会拧瓶盖 弄了半天也没打开 眼看躲不过 司马懿只能忍住肉疼 上前为老父亲打开了可乐盖子 拿出自己的陶瓷杯 给他倒了半杯 司马房在儿子的座位上坐下 看住窗外突然飘下来的细碎白雪 慢慢平了起来 一口入喉 一股直击炉内的冲击无比刺激 比最辣的酒还要舒爽 你个不孝子 有这般好物还对你老夫藏着掖住 你可还有良心 司马房指着儿子的脑袋 痛斥他先前的行为 司马懿见老父亲 终于从那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也懒得计较 他抢走了自己半瓶可乐的事 试探问道 您和首领说了些什么 司马房摇了摇头 晃着杯子里褐色的液体 也没说什么 这不重要了 阿父问你 你觉得徐家军真有那么好 这话说的 司马懿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他要是觉得不好 他 大旦现在就走 没必要再留下来 还想把阿父也一起留下 司马房感受到身后的沉默 苦笑一声 已经知道了儿子心中的答案 罢了罢了 如此也好 不管如何 我司马家总能有一脉能够留下 延续司马氏的辉煌和荣耀 司马懿惊讶地看住父亲 隐约有些勾楼的背影 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司马房一口气喝完杯子里冲口的可饿 轻声道 家中妻儿自有你几位兄弟帮忙照应 你就放心地在这好好干吧 司马懿对住父亲的背影深深一 拜 多谢阿父 司马房摆摆手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他起身走到窗前 透过透明的玻璃窗看住楼下人来人往的宽阔街道 严厉一样的雪莉太过微小 落到地上还没来得及停留就化成了水 下雪了 这路也不好走 等年后雪化了再回去吧 司马一听父亲这话 没忍住笑了起来 那咱们今年一起过年 徐家军过年花样可多了 比昔日就都里的侦诞日还要热闹有趣 这是真正的天下同乐 司马房点点头 一口答应下来 好啊 一转眼 就到了腊月的最后一天 学校 工厂 军营 办公大楼 都开始放年假 桌县街道上的行人比昨日多了一倍 摊贩老早就来出摊 生怕抢不到一个好位置 腊月三十这天 是人们一年中采购热情最旺盛的一天 过了这热闹的一天 从征诞日到正月初二 商家都要关门回家过年了 所以三十这天 要是不把东西置办好 过两天再想置办 就得等到年后 年边 安密从居庸县来到桌县 他老家就在桌聚 准备带着妻子和孩子回老家过年 顺带的 把丹尼尔也带了过来 这下阿坚 阿董 丹尼尔三兄弟算是聚齐了 三个小子一大清早就抱着双胞胎来找徐悦三兄妹 喊他们出门买年货 好不容易放假的打工人们一点都不想浪费这个美好的清晨 徐悦拒绝早起 被子往头上一盖 让这群小子们去喊徐二娘 别吵他 到底是首领 小子们也不敢怎么闹他 无奈地跑去找徐二娘 第482章暖暖的 没成想 这又是一个不想起床的 直接一个魔法把他们甩到院子里 找徐大郎去 别烦我 还有 为娘的宣布 双胞胎你们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了有 是自己想办法 别找妈妈 懵懂的双胞胎对视一眼 又仰头去看三个小叔叔 阿斗拍拍他们的小脑袋 别怕 有事找阿斗叔叔 丹尼尔和阿坚 钱翠一人抱起一个 叔侄五人又跑到徐大郎的房门口 武双大爷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没能升起勇气去敲门 算了 我去叫子龙叔叔和易德叔叔 他们陪咱们去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阿斗在被徐大郎打死 和坑叔叔们被骂一顿钟 果断选择了后者 于是 三大两小 熊赵赵气昂昂地离开徐家 来到赵贝家中 把赵云和张飞吵起来 成功上街采买 双胞胎一人身上 背着一个迷你小背笼 被三个小叔叔夹在中间 揪住他们的衣裳 混入喧闹的人群中 五人眼睛睁得老大 滴溜溜四处转 兴气地看住那些 从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赵云和张飞一前一后 把他们护在中间 免得被行人撞到 对联对联 徐东北指着前边的摊子 大声提醒小叔叔们 阿斗三人立刻带着他们 从大人们中间穿过去 买了六幅对联 王家 赵家 徐家 一家两富 放我这里 徐平原转过身 撅起屁股 把背上的小背楼露出来 示意小叔叔们 把对联放在自己的背楼里 徐东北也想这样 但畏惧妹妹往日盈威 只傻笑助帮她辅助背楼 指对联都很轻 丹尼尔把他们整齐地 放进徐平原的背楼里 正好把一个小背楼装满 那边有福字 徐东北惊喜喊道 两岁的娃娃眼睛都比自己尖 还能认出来福这个字 阿斗三兄弟对失一眼 顿绝汗颜 月阿姐家的双胞胎 太聪明了三兄弟点头 深有同感 买了福字 一行人又继续去买年夜饭的食材 阿坚手里拿着他阿姐王军 没开的采购单子 阿斗也在墨被住阿爹交代 要去餐厅订下的菜单 丹尼尔牵着双胞胎 只要看好这两个小孩就好了 徐家年饭的食材家里早就准备好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带着双胞胎出来玩的 赵云和张飞 见孩子们手上东西太多 就帮忙提一点 一行人高高兴兴地 来到了教堂前的大广场 文青正带着戏剧团的团员们 在布置场地 徐家军新年联欢会的横幅 已经拉起来 不少热心百姓 在帮忙一起布置 这是徐家军建成以来 首个新年联欢会 城内百姓们都很期待 附近村庄的百姓们听见消息 也打算征诞日 哪天早早完成祭祀 就赶到城里看联欢会 咱们走吧 明天再来阿斗催了催 站在广场上不肯挪动的双胞胎 天太冷了 咱们不能在外头待太久 不然你们会冻感冒的兄妹俩转头 看向他 摇头肯定地说 不会 说着 就见徐东北突然抬起肉嘟嘟的小手掌 口中轻松住一段咒语 紧接着一道水柱出现在他掌中 花风的一下 水柱变成白烟 一股灼热的气体在周围弥漫 阿斗几人惊讶地发现 把他们脸蛋吹得发疼的冷空气 被温暖湿润的暖气所覆盖 暖洋洋的 就像是站在水雾蒸腾的温泉边 不冷 徐东北又重复了一遍 徐平原在旁解释 哥哥的水蒸气 是热的 赵云和张飞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惊骇之色 齐齐咽了口口水 不过你别说 被暖气包围的感觉真是太舒服了 徐东北双掌握紧捧在胸前 圣光从他身上冒出 淡淡的金色不断扩散 最后包围了整座广场 温热的空气 也随之传遍整座广场 还在冷风中忙碌的文青等人 惊讶于周身的温暖 最后视线全都被那个浑身冒光的 小男孩所吸引 这里是光明教堂前的广场 几乎都是光明教会的教徒 看到圣光 教徒们惊讶了一瞬 纷纷单膝抱胸跪下来 前程低下头颅 齐声高呼 伟大的光明神 徐东北每个星期 都被母亲带到教堂 做圣光洗礼 这样的场景 小人早已见怪不怪 他闭上眼睛 专心感受周围的魔法水元素 然后睁开眼 惊喜地对妹妹说 可以了 明天可以 暖暖的 徐平原也笑了 抱住哥哥 巴基给了一个亲亲奖励 徐东北惊讶地睁大眼 白嫩嫩的小脸变成了粉红色 受宠若惊 正在施展的蒸汽魔法 也随之中断 温暖退去 冷空气再次恢复 广场上的人们 还有点不习惯 也因此 对温暖的渴望 变得更加迫切 可惜 等人们去寻找 神子的身影 想再次感受温暖时 他们已经离开 但人们也都知道 明天的新春联欢会 他们还能再次感受 这样的温暖 砰 被一声巨响 一股米香随之弥漫开来 孩童们欢呼地 朝着巨响的地方围了上去 而被狠狠吓一跳的司马房 却还站在原地 惊骇地望住广场上 那两个远去的小小身影 刚刚那古如沐春风般的温暖 也把他这个站在广场边缘 等住买爆米花 真米 非玉米的人笼罩在内 亲身体会过才知道 那不是什么戏法 也不是错觉 它是真实存在的神秘力量 温和的同时 也能够察觉到 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而这股强大的力量 来自一个两岁小童 那就是神女入梦 娶来的两个神子 司马房转头问站在身后 同样惊讶的儿子 司马一点点头 这是他第一次 亲身感受双胞胎的力量 由于之前从没真正见识过 所以也被小家伙 突然展现的能力惊到了 如果说法力有高低 那么能涵盖的范围越大 就表示法力越高深 这么大一个广场 居然都能够被一个 小小的孩童掌控住 这要是在长大一些 岂不强的令人害怕 父子俩对视一眼 司马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心 司马房也在心理规划 或许现在就可以让族人们 做好万一 曹氏败退的准备了 第483章新春联欢会 蒸蛋道 临下的气温也动不住人们 对首届新年联欢会的热情 街上的积雪都被扫到路边 露出青色的石板路 整齐的一路延伸到光明教堂前的大广场 一大清早 人们便起来贴对帘 贴符字 祭祀祈福 做完这些 便拿着各种礼品出门 完成见赫赫的传统礼节 等做完这些 回到家中已经是上午11点 动作快的 已经简单吃完一顿早餐 扛着长板凳 往广场汇聚家里孩童们 看住别家的都走了 焦急地站在门外催促 阿爹阿娘 你们快些 厨房里的母亲还在准备午饭 听见孩子的催促 探出头来观察外头的情况 见左邻右舍都走了 心头一慌 忙催促孩子爹 先领着孩子们去占位置 你们先去 我和婆婆把这些东西 做成饭团子 咱们一会儿直接在广场上吃 孩子爹闻言 立刻挑出 一根长凳递给大儿 自己又拿了一根 牵着路还走不太稳的小儿子 冲出了家门 大约上午11点半左右 广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 身住军服的徐家军士兵们 正在广场上维持秩序 依照城内片区划分 排排坐整齐 吵嚷的百姓们到了这里 也时去的安静下来 服从徐家军的安排 不过总有人不满意 觉得自家位置太靠后了 不服气平日里 与自己又矛盾的邻居 坐在自家跟前 和士兵们争执起来 要换位置 结果就是 士兵们直接把那家人 赶出广场范围 勒令不准入内 因为卓郡这些郡县 一路收复的都比较顺利 所以徐家军入城时的大清算 也做得不动声色 远不如于杨纳次 那般杀伐血腥 唯一算是激烈的倾诉会 也开在了各大物宝当中 以至于城内百姓都忘记了 他们都是身负高额赎金的徐家人 凡是不守规矩者 严重者直接斩首驱逐 倾度者 也有严厉的惩罚 那家人被赶出广场 也不过是因为士兵们不想破坏了新年的气氛 要不然 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 就得把这一家闹市的送进矿山劳改半个月 有了这一家子做反面典范 广场上再也没有人敢大声争执 老实实按照先来后到 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全城三万人 凡是能够行动的 都来到了广场上 等到了快十二点的时候 附近几个村庄也来了不少村民 广场上已经没有位置可以坐下 村民们也不介意 站在广场外围 光是看住眼前这乌鸦鸦一片人头 就觉得今天没白来 有村民感慨 俺八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 是啊是啊 瞧着乌泱泱的一大片 不晓得的还以为俺们这是上战场了 旁人附和道 正说住 教堂屋顶上的钟楼发出东的闷响 提醒众人 中午十二点到了 人们不自觉安静下来 纷纷看向正中央的表演舞台 几十道身住军服的男女士兵走了上来 人群顿时激动起来 开始了开始了 人们激动喊道 东 的一声鼓响自目部后传来 顿了一会儿 便响起了密集的鼓点声 随着表演士兵们冲上舞台 闪亮登场 引得台下观众们肾上腺素飙升 又是东的一声重响 所有鼓点戛然而止 排列整齐的士兵们也随之停顿下来 一动不动 宛如一尊雕像 紧接住 人们便看到教堂屋顶上 又一道蓝色光束冲天而起 在朗朗白日中 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这蓝光如同丝线一般 迅速在空中扩散开来 直到整个广场笼罩在内 光芒这才暗淡下去 但仰头朝天空看去 仍可看见淡蓝的光运时影时现 就在此时 人们忽然意识到 冷风消失 一股温暖的气流在广场上空缓缓流动 身体都跟着暖和了起来 是神女和神子 有人指着屋顶上的钟楼 大声喊道 人们纷纷朝钟楼上看过去 就见到一身白袍的神女 正手持法杖威严地站在钟楼上 俯瞰着整座广场 而两个小神子也穿住白袍 一左一右坐在她身后的膏椅上 天空中这道浅蓝色的结界 还有空气中这股温暖的气流 正是出自母子三人之手 扎了儿子的光 可以和首领一家坐在同一排的司马房 惊讶地看住钟楼上 那个浑身都笼罩在圣光中的美丽女子 内心震动 如果有人跟她说 这个眼含慈悲 笑容亲切温柔的女子不是真神 她都不信 这世上竟真有神灵 司马房骇然低难 早已经见惯不怪的司马懿 拍拍老父亲的手臂 问她热不热 要不要把外头的胡皮球给脱了 司马房点点头 司马懿帮她把胡皮球脱掉 抱在膝盖上 空气中都是温暖的气流 估计就算只穿单衣 也不会觉得冷 坐在爹娘和哥哥中间的徐悦 看了看司马房父子 又朝钟楼上的子子和外甥 暗暗竖了大拇指 这空调暖化效果杠杠低 第一场开场表演开始了 男兵和女兵们 早轰隆隆的激烈古典中 一起表演了一套军体拳 看得观众们热血沸腾 场子热了起来 戏剧团的团长文青 和特邀嘉宾赵宇 一起登上舞台 先来了一段施朗诵 便在二人的主持下 进入下一个节目 双簧 只见张飞穿着红色的大花袄 留着一脸落腮糊 输着冲天计 扛着椅子 和王军梅一起登上舞台 张飞把椅子放下 往上一坐 王军梅娇小的身形 被她挡在身后 一点都没露出来 张飞顶住滑稽的造型 开口便是如同黄药一样 娇软清脆的少女婴 一声 父老乡亲们好 全场观众笑到了头 司马房一口热水 直接喷了出来 眼睛瞪得老大 堂堂将领 居然登台为百姓们做戏 司马懿通常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看住平常对自己恶声恶气的张飞 变成这个模样 实在没忍住 哈哈哈哈笑出了声 张飞面无表情 彭扶台下的笑断气的观众们不存在 一本正经的顶住一张标心大汉的脸 用娇俏的少女婴说起早就编好的台词 俺姓张名飞 自已得 是骑兵营的副将 在新的一年里 俺祝大家一帆风顺 双喜临门 三杨开态 四季平安 五福玲珑 六六大顺 七星高照 八面来财 九九归一 十全十美 桌线的老百姓们哪里见过这样好笑又兴起接地气的表演 王菊没灵动的声音 配上张飞那副被绑架映住头皮表演的模样 乐得观众们大笑不止 这一口气不停歇地祝福成语读下来 赢得满堂喝彩 第484章大变活人 双簧表演结束 下一个节目 魔术表演大变活人 主持人文青亲自上场 助手推来一个大箱子 足以把一个成人装进去 司马房顿时来了精神 他之所以要留下来 就是想要看看这个大变活人到底是把戏还是仙术 不过现在看来 应该是把戏 倘若是仙术 应该跟钟罗里的神女徐二娘一样 根本不需要准备这么多道具 很快 场景布置完毕 文青现场随即选了一个观众上台和自己一起玩场表演 黑色的布幕笼罩着整个箱子 只见文青把布幕一扯 空荡荡的箱子暴露在人们眼前 被叫上台的观众在文青的鼓励下 忐忑走进木箱 随即木板放下 再盖上木布 把观众关在了封闭的箱子里 为了让观众更有体验胆 文青又随即点了两个人上台检查木箱 并同箱子里的人说话 人们看得很专注 确定人就在箱子里 想着一会儿文青要把人变没有 不少人心都跟住提了起来 有般大的孩子追问 人还能回来吗 台上的文青微笑着点点头 而后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拉开了黑色的幕布 一点点把箱子木门打开 一个空荡荡的箱子出现在观众眼前 人们惊讶地站了起来 又在维护秩序士兵们的喝止下 重新坐回去 不过人们惊讶的议论声久久不停 人呢 人哪里去了 这么大个子活人 说不见就不见 这怎么可能 台下观众怂恿台上那几个被选中 难道观众仔细把箱子检查一遍 文青被助手站立一旁 微笑看住他们检查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一点都不怕观众们来检查 果然 几人寻找片刻无果 只能惊讶地看住文青 让他把人再变回来 文青笑了笑 再次把木箱和布木盖上 而后指尖翻飞 不知做了什么动作 轰的一声 木箱四周冒出白烟 就像是在真的在施法一般 引得人们惊呼声一阵高过一阵子 刷的一下 布木被文青揭开 台上观众亲手把木箱打开 一个人影出现在里面 却不是最初的那个人 而是一个打扮华丽的名艳女子 天呀 怎么又多出一个美人来了 人们惊呼 有人以为这是文青变出来的仙女 差点给跪下来 但很快就有眼尖的人认出来 那是戏剧团里有名的女演员 就是下乡表演新娘的女主角 本就喧闹的广场 再见到女演员的这一刻 彻底沸腾 人们终于明白 这种形式的表演 为什么要叫做魔术 因为它真的有魔法 明明知道这一定是某种手段 但人们还是看得如痴如醉 最后 美女再次走进木箱 把消失的观众带到人们眼前 两人出现的地方不是木箱 也不是舞台 而是广场边缘 当站在广场边缘的村民发现他们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如雷般的掌声响彻整座广场 持续了三分钟之久 魔术过后 还有兵舞表演 徐大走上舞台 手中俘虏一撒 舞台地面瞬间被水覆盖 紧接着又是一张俘虏 水凝结成冰 穿着冰刀鞋的舞者们 衣带飘飘飘飞入舞台 好似一只只翩翩飞舞的蝴蝶 法术和舞蹈的结合 如梦似幻 惊艳了场内所有人 司马房看得如痴如醉 早已经没有最初的冷静 心情随着节目的高潮 结尾 起起伏伏 冰舞太美了 从前的人们从没想过 原来人类也可以站在冰上起舞 原来人类也可以利用大自然 原来人类也不必永远畏惧自然 六分钟的冰舞结束后 那种残留在人们心中的震撼 久久不能消散 徐大再次登场 特意穿了一身广袖道袍的他 一甩一袖 整个冰场就消失在人们眼前 这个手段 只有少数徐家军士兵们见过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原来徐道友也有这么厉害的法力 眼下亲眼见到他挥手成兵 仰手收兵的本事 眼中的光火热的能把人给烧了 司马房看得目瞪口呆 他现在已经相信 徐家军就是神兵天将 虽然他们从不承认 徐大师势然退场 接下来又上了各种舞蹈表演和小品节目 观众们跟住表演人物时而大笑 时而愤怒 情绪丰富 最后 所有表演结束 徐岳登上舞台 总结了今年军民们获得的成果 在人们热情高涨的喧闹中 宣布联欢会圆满结束 联欢会结束后 节目中的各种经典台词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特别是双簧里的数字祝福成语 孩童们时不时就要复刻一遍 演的那叫一个活灵活现 连带着张飞的人气都暴涨了一轮 就在这欢乐的氛围里 联欢会暂时落下帷幕 从此之后 徐家军治下的百姓们 都对新春有了更高的期待 期待着下一场热闹的联欢会到来 二月春 绿色的嫩芽从泥土里钻出来 大地从沉睡中醒来 焕发出浓浓的生机 司马房跟住公孙号的大船离开了 来时身后跟住侍卫九人 随从两人 还有一名亲信 回时 只剩下随从一人 亲信一人 侍卫五人 有五个人 选择留在桌县 明面上说的是 要留在这里照顾二少爷 实际上 他们只想跟住司马懿 一起为人民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知道真相的司马房坐在船上 迎着闲心的海风 真的破防了 此刻 他似乎已经能够遇见到 徐家军气势汹汹 南下收复中原各地的宏大场面 首领 王将军 老爷 司马房已经出发了 桌县徐家宅院里 老屋头禀报道 徐悦与爹娘对视一眼 夫妇二人轻轻汗手 徐悦起身道 那我们也可以出发了 老屋头汗手 那属下这就去准备 说吧 转身快步离开 去做安排 屋内只剩下徐悦一家七口 似乎是知道家里大人要商量重要的事 还在玩闹的双胞胎自觉安静下来 睁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看住大人们 说事情的时候 徐悦一家从来没避着这两个孩子 不是觉得他们听不懂 而是想让他们多听听外在的事 第485章遍地开花 双胞胎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聪明 徐大和王平平打算从娃娃抓起 现在就开始好好培养他们 王平平把中原的粗略地图展开 这张地图还是从赵羽手中拿到的 是红金军还没乱起来时的大庆渔图 上面标记了大庆十三州的全部一站 地图很大 足以铺满徐家大厅 王平平手里拿着一根长木杆 在地图上圈出和幽州比林的并州和冀州 这里是公孙赞的地盘 去年北地被他们带了回去 我预计他们接下来应该会有所行动 与盟在边境卫城传来消息 幽州与并州 冀州相交的交界处 公孙赞的兵马年后有不少小动作 比起远在豫州的曹德 公孙赞才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敌人 司马房现在回城 抵达徐州应该是三月份 从徐州到许都又有小半个月撤城 所以 等他抵达曹营是四月份 这两个月 就是留给我们操作的空间 徐二娘查一道 两个月我们就能拿下 冀州嘛 徐大白白手 非也 我们不一定要亲自出兵攻下几州 因为从发兵到进攻再到最后的收复 两个月时间根本不够 也不可能完成 我们要转换策略了 徐大取代王平平说 以前的那种打法不再适合徐家军 我们拥有更先进的管理理念 也培养出不少军事人才 现在还有学生们做出来的各种先进武器 在打人力战显得很傻 徐二娘挑了挑眉 好奇追问 那咱们接下来要怎么打 徐家军拿下幽州全境用了三年 只有两个月 该怎么拿下冀州 徐大神秘的冲徐二娘眨了眨眼 孙阿山已经带领弟子们先行一步了 他们年前回的冀州 现在已经过去四个月 城国斐然现已有五个县的县领和 十几个村庄的村民成为了咱们的道友 我等此次冀州之行 主要是负责为这些志同道合的道友们 提供成功经验和经济帮助听见这话 徐二娘和徐大郎对视一眼 两人都有点不敢相信 让冀州从内部自己瓦解 孙阿山可真是个人才 徐二娘赞叹道 向来沉默少言的徐大郎也忍不住负荷 火炕帮的力量只要好好利用起来 冀州就像是一张到处破洞的网 外界力量一戳就破 徐月孝竹说 所以我们要让咱们的道友 在冀州 冀州遍地开花 可不要小看这一朵朵不起眼的小花 正是因为它们不起眼 所以公孙赞和北帝 根本就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 反而给了小花们野蛮生长的机会 王平平汉首表示赞同 只有一部分人觉醒 那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大庆这片土地上 所有的殿民们共同觉醒 才是真正的胜利 而徐家军的作用 就是告诉这些同胞们 我们徐家军已经获得成功 并积攒了一定的力量 可以给予有同样想法的道友们 各方面的支持 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闯 王平平 看向徐二娘和徐大 微笑道 所以这次冀州之行 你们俩必须有一人出现 阿娘你们不准备去吗 徐二娘试探问 嗯 我不打算去 现在还不需要我上场 并且幽州这边 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幼娘和大郎都走了 总要留一个人在幽州 王平平达到 听见阿娘这句话 徐二娘已经明白 他也得留下来 那就让阿爹带上双胞胎 跟住幼娘和大哥一起走吧 徐二娘不舍地看了双胞胎一眼 逼住自己看向别处 不要因为自己的不舍 就把他们禁锢住 只是 把徐大郎和阿爹这两个不靠谱的人 跟幼娘放在一起 这样的一支队伍 他真的可靠吗 徐二娘心中 生起了浓浓的担忧 这份情绪也影响到了王平平 他像是才反应过来 这个配置不太对劲似的 深深看了徐大一眼 你们这都是什么眼神 徐大不爽地逆了母女俩一眼 徐二娘看住这样的阿爹 叹了一口气 转身紧紧握住了徐月的手 幼娘东北和平原就拜托你了 徐大 他男 不成还能吃了他的宝贝孙子吗 面对全家人不信任的目光 徐大试图去找好大尔寻求安慰 毕竟他们两个都是被嫌弃的人 然而 高大青年根本不搭理他 人家蹲在双胞胎面前 用行动表示 他会照顾好两个小家伙的 徐大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心想着要不还是别带这两个小麻烦了 但想到东北和平原两人强大的魔力 心里想的话又没能说出来 要去玩吗 双胞胎兴奋地问大舅 徐大郎点了点他们的小鼻子 不是玩 是去办大事 你们要听话一点 知道吗 真的可以出去玩 徐东北和徐平原对视一眼 小手把家里人挨个指了一遍 激动追问 阿娘 小姨 外婆 爷爷 舅舅 一起 徐大郎摇头 指了指自己 徐大 还有徐悦 我们三个和你们两个 徐东北小眉头皱了起来 爬起来跑到徐二娘身旁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 仰头问 阿娘呢 徐二娘蹲下身 冲流在原地的徐平原也招招手 对两个孩子交代 阿娘晚点才来 你们 先跟住外公舅舅和小姨出发 有什么事就找小姨 要听小姨的话知道吗 双胞胎平常不太年徐二娘 那是因为他们没想到要和母亲分开 现在突然知道要独自离开母亲 一起把徐二娘抱得紧紧的 眼中露出了属于他们这个年纪 正常孩童的不舍和害怕 徐二娘耐心安抚着 好一会儿才把两人哄好 徐东北牵着妹妹的手 小大人一样保证 我们听一一的话 徐平原也奶声奶气地说 我可以变死 变死小鸟 变死菜叶子 变死坏人 徐二娘看住女儿那认真的小模样 抬手抹了把头上并不存在的冷汗 叮嘱他千万不能乱来 得到小丫头答应 这才放心把他们交给徐月 第486章哭哭 老巫头已经准备妥当 以文青为首的戏班子 已经在门外马车上等候多时 徐月和徐大郎抱起双胞胎 徐大拿起双胞胎的行李 冲王萍萍和徐二娘点点头 转身离开 一行人数不多 加上徐月三大两小一共20人 离开幽州地界之前 都是坐着马车 等到了冀州边境时 为了符合戏班子的身份 换了三辆牛车 两辆轮流做人 一辆拉着道具和行李 从桌线到冀州边境 一路上都有一站可以休息 基本上都是水泥路 路上很好走 双胞胎也没有什么不适 赶路途中闲着的时候 徐大就拿着一个八卦盘 和一把算筹 交两个外孙测算之术 徐东北和徐平原 对这种玄学文化非常有兴趣 学着学着 满口都是徐大交的测算口诀 什么李侃乾坤 说的贼溜 每每这个时刻 徐大就会辅助他那一把美然 欣慰微笑 一本满足 不过 这种悠闲的日子 在踏上冀州边境那一刻 就结束了 该玩的时候玩 该认真时就得认真 这次南下是带着任务来的 细班子也不只是个幌子 而是徐岳等人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的 重要一部分 徐岳准备带着细班子 一边走一边演 为冀州百姓们 做思想宣导教育 伟人说过 思想解放才是真的解放 只靠徐家军 想要获得胜利很难 但要是天下底层百姓们 都联合起来 就可以改变一个时代 不过还没等徐岳 实施他的下乡演出计划 第一个关卡就来了 冀州边军 对从幽州过来的人 格外警惕 加上徐岳等人 没有用商队做掩护 看起来毫无势力 也没什么油水可抽的 细班子 莫名被拦了下来 文青早已经不在当初 那个外表柔弱 一步一晃 不知生活愁滋味 只谈风雅的美男子 这几年 他带着戏剧团的成员们 到处表演 走遍了幽州的边边角角 不管是曾经的 天装黄贵胄 还是现在翻身做主的店户 随着和人打交道的次数变多 他也变成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老滑头 公孙赞的边军 无疑是不好打发的 细班子的资产 肉眼可见 牛车三辆 破旧道具办车 剩下的也不过是些简单行李 在前头 文青就拿了步驳 安排好这边巡守的小队长 带着戏班子 顺利进入济州边境卫城 可没想到 刚过济州不到一百公尺 一帮手里拿着画像的骑兵 就把他们拦了下来 被窥王平平不在这里 要不然 他一眼就能够认出来 这伙骑兵的领头人 就是当日和自己 并肩作战过的金英宁弟兄 那个曾经被他杀鸡锦猴 罚哇跳二十圈的秦千总 看到马上那个高大的汉子 徐大心头就是一跳 他不知道对方还认不认识他 但他认识这个人 还记得自己曾经 和他们这群千总一起喝过酒 让他们不要跟自家那个 狠起来自己多罚的婆娘计较 徐大半做副班头的模样 头上包住布巾 脸上续着肠柄 穿着粗麻布衣 正抱着被打扮成年化娃娃一般 小脸红扑扑的徐平原 徐大郎也戴了假发 遮掩他的寸头 脸上也做了点装扮 看起来像是个皮肤有点黑 不爱说话的傻大的子 徐岳则是小女孩打扮 梳着两条大辫子 容貌没有特别修饰 因为外界见过他真面目的人非常少 大家知徐家军女首领是个姑娘 但如果算起在外界的名声 王萍萍和徐青阳这两个名字 无疑更加响亮 徐岳这个名字 估计都比不上常山赵子龙这个名头 来得大声 他穿得朴素 用一条宽阔的长布条 把徐东北背在身上 睁着一双大眼 一副天真不安事事的模样 文青跟秦千总等人介绍时 也说他是自家小师妹 头一次跟住戏班子离乡找生活 可惜 文青话都没说完 就被秦千总打断了 男女排成两列 小孩站在前边 秦千总冷冷喝道 并没有解释这么做的缘由 周围被拦下的人也有不少 也是这般排列站好 然后会有人拿着画布过来仔细查看 似乎在找什么人 文青回头看了徐大一眼 见徐大轻轻汗手 这才忍住心虚 让大家伙排队站好 女人六个 男人十四个 徐大把怀里的徐平原 和徐岳身上的徐东北交换了一下 因为带着孩子 所以站在最前面 排队的空隙 徐岳偷偷打量了一眼 那位阿娘的昔日旧部 看到了他手里画布的一角 细长的黑色线条 是用探笔绘制出来的素描画像 只露出一个下巴 徐岳却看得心里一惊 那个轮廓 他一眼就能认出来是阿娘的下巴 徐大也注意到这个细节 在听见秦千总几个手下嘀咕 咱们查了半个月了 也没查出什么可疑人物 画像上的人一个都没见到 陛下说 徐家五个叛贼 最喜欢乔装潜入敌方势力 提前探查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顿时 妇女俩齐齐低头 看向身前的双胞胎 只怕他们见了画像 一口叫出人来 神识传音的法术 徐大现在还使不出来 只能心意狠 轻掐了下跟前的徐东北 惹得小家伙扁住嘴 转头眼泪汪汪地看住他 徐大故意露出凶像 从没被爷爷这么凶的徐东北 立刻委屈地挖一声哭了出来 哥哥一哭 双胞胎妹妹似乎有心灵感应 也委屈地撅起小嘴 秦千总被这动静吸引过来 不耐得一声吼 哭什么哭 徐平原成功挖得一声 大哭起来 小身子往徐月怀中躲 又害怕又厌恶地 盯着那个吼自己的黑脸大叔 小手指动了动 想给他便便 徐月一看小丫头 这气哭的模样 就知道他绝对要前点什么 抢在小手指头竖起的前一刻 把他小手完全抓住 蹲下身 一边哄一边飞块叮嘱 一会儿 要是那个黑大壮 过来问平原 知不知道画像上的人是谁 平原就立刻 像是现在这样哭哭 知道吗 做好了 回头姨妈奖励你好吃的 听见 好吃 但 被气哭的徐平原一愣 也不哭了 微微歪了歪头 眼神询问 真大 第487章模仿 求月票 徐月轻轻点点头 又拍了拍小外甥女的背 也不能乱用魔法哦 你们之前答应过姨姨 用魔法前 要征求大人们的同意才可以 小朋友也要信守沉默 对不对 徐平原问问点头 自己抬起小手两下 擦好眼泪 他又没被掐 不哭了 徐东北那边 也被徐大叮嘱了一番 小家伙虽然不懂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在奖励的诱惑下 都答应下来 秦千总拿着画布 来到几人跟前时 徐月和徐大 已经把人哄好了 徐大和文青 陪着笑脸 秦千总冷哼一声 没有再揪住这事 把画布展开 笔住和王萍萍一模一样的素描画像 在女子这边挨个检查过去 他不但对比 还上手来扒了女孩们的下巴 脑门 鼻子 看看是否有加工的痕迹 还用手笔画了身高和体型 这些细节 看得徐月不自觉生起 一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错觉 幸好 阿娘和阿爹还留了一百个新年子 秦千总这些手段 不过是学了点皮毛罢了 不过由此也能预见到 这次冀州之行 不会太顺利 遇到一个了解对手的敌人 实在是件非常糟糕的事 小孩应该不在秦千总的检测范围内 但在大人心里 小孩是不会说谎的 所以可以从小孩身上寻找破绽 所以 他还是拿着画像来到徐东北和徐平原身前 冷冷地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画布上的人 俩小孩心里惦记着依依和爷爷的奖励 秦千总一问 他们直接开枯 一副被吓到的模样 除了呜呜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更不要说去辨认画布了 不管喜欢小孩还是不喜欢小孩的人 都不喜欢听见孩子的哭声 秦千总烦躁地呵斥道 再哭就把你们俩丢进山里去喂狼 给老子闭嘴 他吼得吓人 手上倒是没什么动作 徐月和徐大忙蹲下来 把孩子搂在怀里哄 秦千总狐疑地瞥了徐月一眼 总觉得他低头的那一瞬间 和画布上的人有些相像 但就在徐月以为他发现了什么时 他已经收起王萍萍的画像 第一轮王萍萍的画像 安全过简 秦千总又拿出了两张画像 一张上面画着两个男人 一张上面画住两个少女 画像上的两个男人 和他们的原型有八九分相似 和徐二娘徐月不说一模一样 也有八分相像 徐月只瞟了一眼 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暗道不妙 但就在他感觉不好时 站在徐大身后的徐大郎 往前站了一步 黑眸朝秦千总身上淡淡一瞥 正准备对比徐月 徐大 徐大郎三人的秦千总 忽然冷了愣神 越过他们 挑起他们身后 那些戏剧成员的脸 仔细对比 不知为啥 此时此刻 徐月和徐大妇女俩 有种对自己很无言的感觉 他们怎么就把徐大郎给忘了呢 有这么强大的精神控制力在 啥人忽悠不过去啊 还用得住掐孩子 要是徐二娘知道了 一定不会杀了他们的 对吧 走吧 秦千总失望地挥了挥手 示意前方的士兵们 给戏班子让开一条道 放他们走 犀利的目光扫到前方 下一个 徐月和徐大抱起 孩子 马六离开 等等 身后突然又传来 秦千总的呼喊 徐月等人脚步一顿 缓缓转过头 以为徐大郎的精神力失效了 再做个登记 秦千总指住一旁 树荫下的简陋桌椅 示意他们到那边去 他们还要登记 徐月和父兄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惊讶的神情 公孙赞 这是把他们徐家军的 出入境管理模式 学起来了 而这些东西 又确实是 王萍萍和徐大当年 在公孙赞麾下时 遗留下来的 当初的公孙赞等人 对此不屑一顾 觉得麻烦多事 管得他们太严了 有很多小动作 都不方便再做 为此 执意执行这些规则的 王萍萍 还得罪了不少人 现在倒好 知道这样管理的好处之后 倒是用的有模有样啊 登记不但要记录 个人讯息 还有一位一看 就是专门模仿 徐家军塑画像的画师 把登记人的样貌 画了下来 徐家军改良纸的配方 外界不知 但由于物美价廉 其他周骏现在也渐渐用纸张 取代了原先的竹简和步驳 徐悦等人的信息和画像 就是用纸张登记的 用的笔也是碳条笔 不过会写字的人太少了 用的最多的 还是放在碳笔架旁的红泥印 西班子是下九流中的末流 顶住没文化的人设 徐悦等人一人 按了一个大大的巴掌印 双胞胎觉得这个很好玩 刚刚还哭鼻子呢 现在就乐呵呵的 差点笑出来 幸亏徐大发现及时 瞪住了两个小家伙 这才没有再次引来 秦千总的注意 登记完成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也过去了 戏班终于重新启程 赶车牛车摇摇晃晃 走上坑坑洞洞的硬土路 往最近的县城驶去 幸好公孙赞没有徐家军 那么完善的资讯传递系统 就算现在做了登记 等登记资料传到公孙赞面前时 徐悦估计 冀州已经不再是公孙赞的冀州了 但事实证明 人永远不能小瞧了自己的敌人 徐悦前一秒 还在心里讥讽 冀州讯息传递系统落后 下一秒 他们就见到了 原本应该指出现在 幽州徐家军之下 才有的灰色水泥路 这 这里 这不是冀州吗 文青看出前方那条 已经被摇曳门 铺设了一小段的灰色道路 震惊地瞪大了眼 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油车停了下来 前方负责监工的官差 指着旁边的甘田梗喊 走田边绕过去 文青深吸一口气 冲赶车的成员们点点头 绕过正在铺设的水泥路 从田梗边上拾了过去 此处地势开阔 可以清楚看到 服役的劳工们 正挑着一单单 以人力搅拌好的水泥沙浆 在原有的土路基础上 直接浇注 这种浇注方法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能曝出一节水泥路 但过于简单粗暴 地基没有夯实 道路两侧也没有预留排水沟 用不了多久就得重新修缮 简直是豆腐渣工程 再看看那些 由牛车拉来的水泥粉 颜色也和自家配比出来的 也不太一样 徐大顿时就放心了 第488章死在外头了 徐悦一行人 绕过正在修缮的那一节路 牛车驶回主道上 这边的路 就全是已经前映了的水泥路 这条道路笔直 宽可容两辆马车并行 长千余米 直通一线城门下 太阳已经熄垂 春日天黑的早 徐悦一行人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进城 同一线的道友们会合 了解一下情况 再做进一步打算 因是南来商谷们 进出徐家军地界的必经之路 从前只有两千多人的一线 现在也变得热闹起来 加上公孙赞这些人 现在也模仿徐家军 大搞基础建设 城里城外都是人 不过 这种热闹和徐家军地界上的热闹 不太一样 幽州的百姓们满满的惊奇神 各个干活积极主动 在苦在泪 脸上还是盛满了笑容 可一线这里的百姓们完全不同 他们一点都没有因为 城市变得热闹而高兴 反而哀声叹气 面带苦涩 县城的经济繁荣 似乎无法为这里的底层人民 带来红利 他们仍是衣衫蓝绿 兽骨临循 一个个勾搂住身子 拖着在满沙石的笨重独轮车 赤脚走在道路上 艰难前行 听过往的商人们说 去年年末北地一道圣旨 冀州 并州便开始大争摇曳 修桥铺路 开山踩石 扬言要为百姓们 打造一个更好的家园 只不过 这口号听在被强行争议的百姓们耳中 却是那般的可笑 想要马儿跑 却不给马儿吃草 徐大表示 想当初他还是那个有权有势有资本的 晚起休二代时 他都不敢这么做 公孙瓒和北地这群人 迟早要玩 刚刚看到这水泥路 我心里还惊了一下 心想着 并州皇宫里的那两人 还能有着觉悟这水平 现在看来 属实是我想太多了徐 大搂住自家两个宝贝孙儿 嘴里嘟嘟囔囔 满是嘲讽 徐东北和徐平原 可不管外公在嘟囔什么 两个小家伙伸出手掌 要大人兑现刚刚承诺的奖励 徐大无奈 只好给兄妹俩 一人一颗糖果 给了还的叮嘱 嘘 咱们悄悄的 回头不能告诉阿娘知道吗 双胞胎眼睛亮晶晶的 满眼只有糖果 压根没听 清楚外公的话 知下意识地点头 便迫不及待 自己包开糖果上面的油纸 把小唐力放进嘴里 兄妹俩美得直冒泡 对视一眼 笑得眼睛都没了 徐月和徐大郎 在后面牛车上 看住双胞胎 这心满意足的小模样 眼神格外温柔 牛车驶入一线 这里没有牲畜 不准在那城行走的规定 街道自然不如 幽州郡县那般前进 进了一线 让徐月一家 有种穿越空间 回到幽州郡县的错觉 可容纳两辆马车 并行的水泥主街道上 商铺伶俐 每隔几十公尺 就能见到一间客栈 在一线住店的商人特别多 大多携带货物 车马停靠在街边 造成了交通拥堵 西班子的牛车 慢慢悠悠跟随前方的商队马车 花了半小时 才找到一家有空房间的大酒楼 订了半边小院 一流大通铺 男女分开睡 酒楼条件不算特别好 但胜在前进 依照床铺收费 大通铺一个铺盖卷 只收十个钱 给提供免费热水 等徐月一行人安顿下来 天色已经擦黑 刚刚还热闹非凡的街道 因为快到宵禁时间 迅速变得安静 文青在酒楼大厅订了一桌饭菜 大家伙在大厅里一起吃了晚餐 出门在外 吃住都不能省 徐月给的预算也多 众人晚餐有汤有肉 吃得还不错 不过像是他们这么舍得吃的人不多 酒楼里的其他商队 大多都是吃的杂粮饼子 肉食基本上都是自带的熏肉 或是腌肉 事宜 酒楼掌柜对戏班 格外多了两分注意 徐月要为徐东北两个小家伙吃饭 吃得慢了一点 文青等人已经吃饱 下去收拾行李去了 用两张桌子拼凑起来的大桌上 只剩下在等住徐月的徐大和徐大郎 酒楼掌柜凑了过来 自顾自地在空位上坐下 笑着问徐月 这是徒弟呢 还是你家孩子啊 徐月抬头看了眼 酒楼掌柜 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子 穿着一件鲜红的窄袖 对襟中长袄和一条 电青色长裤 非常简单 这个形制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 徐家军里的女学生们 都爱穿季扣的对襟上衣和长裤 到过幽州的商骨们觉得 这样的衣装比农人的短打好看 又比如裙便宜 很适合农 商 匠人阶层妇女 就尝试着带了几套出来 结果火的一发不可收拾 女子们心灵手巧 举衣反三 又在原本的学生装上面 做了一些更适合自己的小改变 最后就演变成 酒楼女掌柜这样的服装 中等长度的上衣 遮住了羞耻部位 下身又是长裤 好看又方便工作 女掌柜的红色中长颤 就做了收腰的处理 把女掌柜的细腰凸显出来 看起来婀娜窑窍 徐月对她笑了笑 按照一开始编好的话解释 这两个是我徒弟 也是我侄儿 去年日子不太好过 我姐夫出门找活 到现在都没能回来 这事到 八成是死在外头了 女掌柜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 听见徐月这话 爱莲地瞅了眼 只顾住八番的徐东北和徐平原 可怜的娃娃 幸好还有你们姨娘在 徐大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憋着笑 于掌柜狐疑地呛了她一眼 男人留着整齐的美然 只可惜好好一张脸 都被这美然挡了得结实 只能看见她眯住两只眼睛 猫儿一样慵懒 于掌柜笑着问 副班主 西班子要留在县城多久啊 要是日子长 房费我还可以给你们少一些 徐大放下水杯 浅浅腻住她 天下没有 白吃的午餐 掌柜的你一看就是的精明人 怎么会平白无故地 给我们少房费 于掌柜乐呵呵一笑 不瞒您说 我还真有 各想法同班主你商量 刚刚这不是看人太多 不好说吗 现在客人都休息去了 堂里清净了 咱们正好可以说到说到 徐月和徐大郎对视一眼 把吃饱的双胞胎擦前进嘴巴 一人抱着一个 和阿爹一起看住女掌柜 等他说下去 第489章很像一个人 见徐月三人没有表现出抗拒的意思 女掌柜马上接着说 是这样 想必你们入城也看见了 光是咱们这条街上的酒楼 就有四五家 从前这条街就我家一间酒楼 这些年生意好起来了 大家眼红我家生意 也都开起了酒楼 可这客人就这么多 酒楼多了 分摊下来 我家酒楼客人就少 哇 现在就靠一些熟客过来光顾 新客还没走到我家大门口呢 就让前头那几家把人拉走了 这不 正好瞧着你们是戏班子 想着你们要是 在城里多待几天 就顺道帮我家酒楼热闹热闹 多吸引些客人过来 你们看 你们得空了就帮我家热闹一会儿 我呢 也 给你们少收点房钱 如何 女掌柜忐忑问 他开着酒楼 见多了各色各样的人 眼光养得毒辣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戏班子 看起来是那个年轻的班主 在张落 可实际上 每次张落之前 班主都会先看看 这位留着美然的副班主 女掌柜的猜想 或许副班主 是以前的老班主 见徒弟历练的差不多了 便退位让贤 把戏班子 传到了徒弟手上 所以才有正班主 事事请示副班主的情况出现 而剩下的这对年轻兄妹 和副班主也是关系匪浅 容貌上看不出来太大相似 但应该是血脉亲人 要不然 不会有这样的自在和亲貌 看住女掌柜期待的神情 徐岳父女三人心想着 这不是正合我意 不过 这有坑人的嫌疑 毕竟他们的表演 是要夹带私货的 眼看阿爹想要一口答应下来 徐岳突然出声 这是得先问问班主师兄吧 徐大盗嘴 的话 信信收了回去 无奈地看了女儿一眼 也对 这不是小事 和该问班主 于掌柜一看有希望 忙到 不急不急 那你们问了过后给我个回话 要是班主同意了 房钱我直接给你们算半价 徐大矜持地点点头 招呼上儿孙们 起身回了后院客房 文青等人 已经把牛车上的行李都收拾好 牛也喂饱了 正在洗漱准备休息 这间大通铺里都是自己人 徐大关了房门 招呼大家先放下手里的事情 到按几钱坐下 商量在女掌柜委托戏班子 在酒楼帮忙表演的事情 钱不钱的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要不要把酒楼当作第一个试点 看看效果 当然了 一旦开始 咱们就要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的意见 许悦认真提醒 他们刚入城 还来不及和道友会合 在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前提下 谨慎点准没错 逃跑他们一家是很擅长的 但文青他们能不能跑 那他就不知道了 万一被抓到 又要如何应付 这些事情都需要经过详细的规划 文青和戏剧团的几个重要成员 对视了一眼 齐齐看向徐悦 我们都听您的 徐悦汉手 好 那按照我的想法 我们明天先去跟当地道友会合 了解情况后 再决定要不要答应女掌柜的邀请 而且 这件事一旦做了 可能会波及到女掌柜 给酒楼带来不小的麻烦 所以表演开始之前 我们更要做好预案 把对酒楼的伤害降到最低 文青等人点点头 没有意义 虽然徐大很想不顾后果 直接上 但为了大局 还是忍了下来 没有发表意见 徐大郎对妹妹的提议 自然是一百个支持 就连双胞胎也是跟住仪仗站一边 姨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众人又谈了一下明日和道友面积的事 便各自歇下了 徐悦带着徐平原和几个女成员一起睡 徐东北则跟住外公和舅舅 跟男成员们睡在一起 一夜好眠 隔天天才刚亮 徐悦就醒了 把外甥女抱到阿爹那边 同徐大郎和文青一起 离开酒楼朝城南居民区走去 路上遇到挑着豆腐脑过来贩卖的小贩 三人一人买了两碗咸豆腐脑 全当吃早餐了 说实话 看住眼前这宽阔的水泥路 还有周边贩卖豆腐脑 馒头包子等小摊 明明是和优州一样的熟悉感 但徐悦心里却有种说不出来的别扭 明明这座城市是如此的繁荣 但周围的人群给人的感觉 却都是一副快要被生活压垮的悲苦模样 刚刚他们一口气买了六碗豆腐脑 小贩笑了短暂的一瞬 很快又被酬序所覆盖 他那狗搂着的身躯 庞扶身上压着一座沉重的大山 带着那股浓浓的违和感 徐悦一行人走出大马路 来到通往城中主要居民区的巷子里 刚迈进这条巷子 三人就闻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那是污水和牲畜排泄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瞬间就勾起了徐悦曾经在河间县城平民区生活的回忆 现在是上午七点左右 天刚亮泉 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已经起来了 伸住补定麻布的妇人背上背住一个孩子 手里牵着一个挑着装满水的木桶 一步步往家中走去 被她牵在手里的孩子四五岁大的样子 主动上前为母亲推开沉重的木门 门后面的家狭窄拥挤 庭院很小 小道里面直立了两个架子 就把大半个院子占去了 架子上是一些正在晾晒的野菜 精明的妇人们会在春日出城采摘野菜 然后把她们腌制起来 留在粮食不足的时候慢慢吃 徐悦记得 从前也有这样一位勤俭持家的精明妇人 会带着自己姊妹俩出城去采摘野菜 家里的第一坛烟菜 就是跟着她学会的 徐大郎见妹妹望着那个妇人久久出神 轻声道 这个人很像王家婶婶是徐悦 愣了一声 冲文青抱歉一笑 示意她继续前面带路 繁华的主街铺着水泥 居民区的巷子里却连青石板都没有 只是夯实的土路 路面凹凸不平 满是雨后人们走过的泥泞痕迹 被太阳晒前了 这痕迹便一直留在地面上 徐悦三人一边打探一边往前走 最后停在巷子最深处一扇破旧木门前 第四百九十章天王盖地虎 文青上前敲门 不一会儿 脚步声从院内传来 门支压一声打开 一个身材高瘦 皮肤有黑 穿住短打蚂蚁草鞋的男子探出头来 你们找谁 男子疑惑地看住门外这三张陌生面孔 文青回头看了看四周 这里已经是巷尾 只有面前这一家住户 左右两旁的邻居家院墙残破不堪 早已经没有人居住的痕迹 确定周围环境安全 文青这才对那男子轻声说 天王盖地虎 男子浑浊的眼 刷得一亮 有黑的面庞瞬间涌起一抹红 呼吸也变得急促 谨慎地试探住回 宝塔正合腰 文青微笑点头 抬起手飞快行了一个徐家军的军礼 门前男子激动地抬眼 看向徐悦三人 是道友啊 快快请进 他一边让开门的位置请三人进门 一边谨慎地看住周围的情况 直到人都进了院子 迅速把房门关上 转身来到三人面前 兴奋问道 俺叫山子 大高山的山 不知三位道友从哪里来 如何称呼 问着 冲屋内探出头来的一双妻儿招招手 屋内的年轻妇人和一个妻 八岁男孩拿了板凳出来 请徐悦三人坐下 妇人叮咛儿子不要调皮 起身到用茅草搭的简落厨房里 生火热水准备给客人弄点喝的 徐悦给文青递了个眼神 文青会议 起身去到厨房里 拦下了忙碌的妇人 小嫂子您别动 我们就是过来坐坐徐悦这边 自对山 自开口介绍 我叫徐又娘 旁边那是文青道友 身前这是我哥哥徐大郎 我们从桌线过来 人生地不熟的 想过来找道友 你了解一下一线的情况 不知道方便吗 说完话 徐悦看住眼前这个有黑男子 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 就知道他并不知道 自己和哥哥的真实身份 山子确实不知道 面前的人就是徐家军首领 因为他觉得 自己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 不可能会遇到首领 但徐这个姓氏 在徐家军中却很有分量 是以山子猜测 面前这对兄妹 在徐家军中的身份 肯定不简单 山子点点头 表示自己很方便 两位道友想知道什么 山子忐忑问 徐悦先扫了一眼 眼前这个破旧狭小的院落 还有厨房里正准备生火 但被闻青拦下的年轻夫人 关心问 你们还没吃早餐吗 年轻夫人有些尴尬的想生回 这正要做呢 天还早 我们吃的比较晚 说着话 眼神不自觉撇向身旁 盖着木板的米缸 里面早已经空了 山子儿子无疑是舔了舔嘴角 小手摸了摸肚子 这里也空荡荡的 徐悦看向山子 山子摇了摇头 表示自家妻儿 并不知晓自己在为徐家军办事 徐悦了然一笑 对闻青说 我想吃刚刚来时 路上那家包子铺里的包子 要肉的 你个路吃应该不记得路了吧 麻烦嫂子你们带她 出去买点回来 山子儿子听见肉包子这几个字 无神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火热地盯着文青 因为瘦小而显得格外大的眼里 盛满了对食物的渴望 山子媳妇无措地看了山子一眼 见丈夫点头 这才叫上儿子 领文青出门去 包子铺在正街那边 文老爷您随我来 我带您过去 嫂子客气了 你叫我文青就好 我不过是个西班子的班主 当不得什么老爷 文青解释的声音逐渐远去 听着外头没了动静 徐悦这才疑惑问 我看城里挺热闹的 城外也有这吗 多人在做工 山子你有盘抗的手艺 出门做工应该蛮容易 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山子还以为 徐悦要问自己一线的县令是谁 城内官兵们又有什么动向 这类的问题来住 却没想到 第一个问的居然是自己的生活状况 实时是冷了好一会儿 没反应过来 见到徐悦在耐心地等自己答复 山子惨淡一笑 不自在地挠了挠头 城里是挺热闹的 人 多了 钱也比从前好挣 可今年争的姚毅却比往年多 各种税交了一波又一波 从年前到现在 不到三个月 就交了一次安东税 两次陆税 还有一次丁税 一次交一百 钱到三百钱不等 这么一弄下来 去年家里存下的镜像就都交完了 上个月 县令说要征劳夫到矿山 开石灰石矿 我把家里的钱全部拿出来 还跟我乡下弟兄 借了一百多钱去垫了矿意 好不容易才留下来 山子看向城中正街方向 欢快的喧闹声从那边传来 却与他们这些住在巷子里的人 没有半点关系 外头来的人 只看得见这座城市的繁荣 却不知道这样的繁荣是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 山子皱着眉头担忧道 咱们火炕帮不少弟兄凑不来 钱 只能被带到矿山去 听说前几日矿山出了事 也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事说到这 山子用手捂了五脸 把头埋下 羡慕道 要不是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 我都想跟道友你们一块去幽州 听说咱们徐家军只收农税和商税 不争摇曳 可是真的 他抬起头 期待的 望着徐悦兄妹俩 徐悦点点头 徐大郎补充 虽然没有姚意 但想要过上好日子 还得靠自己 在幽州人人都得劳动 不过我看你上进 应该能过得好 山子听了这话 没忍住笑了起来 但笑了过后 又想起自己不可能抛弃老家的父老乡亲 背井离乡去幽州 垂头直叹气 羡慕这个词 他已经说卷了 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徐家军快点过来 要是徐家军把姬州也拿下来了 那他们就都可以过上好日子 还不用背井离乡 不瞒你们说 我家里的米缸早空了 刚正准备回乡下 跟我家老爹老娘 借点粮食回来 幸亏你们来得早 要不然咱们今天都遇不上了 山子苦笑着说 周边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 徐月问 第491张搭台子 山子说 村里情况也不好 不过他们村里正在县衙有人 所以增税的事项少了点 他说是想去找父母兄弟借粮 但老家爹娘兄弟们一大家子人 只怕也军不出什么给他了 但就算是能得一把米糠回来 他们这个小家 也能多一口喘息的时间 熬过眼下的困难 那中山郡其他县呢 也和一县这边的情况一样吗 徐月皱眉问 山子直摇头 不好都不好 上头要造桥修路 还要学徐家军建工厂弄改革 初时大家都以为这是好事 是和徐家军那边一样的好事 只要有靶子力气 能干活就能有口吃穿 可这边不是这样的 吃穿一点没有 还要交税服役 根本就是劳民伤财 大家伙怨声载道 又无力反抗 为了家人只能咬牙忍下去 三人正说出其他县的情况时 出去的文青和山子媳妇孩子回来了 山子儿子手里拿着一个包子在啃 吃得小心翼翼 十分宝贝 虽然他刚刚已经吃了好几个 胃里那股灼热的空虚已经被填满 但还是想多感受一下 有东西吃的幸福 文青手里除了树叶包裹的热包子 还拎了一个小麻布 袋袋子里装的是十斤脱了壳的宿命 这十斤粮食无法解决山子家的粮食危机 但也给了这家人一个喘息的机会 山子媳妇一进门就过来找山子 受宠若惊地跟山子说了 文青硬是要给自家买粮食的事 有粮食他当然高兴 但因为不知道文青 徐悦等人的身份 总觉得心里虚得慌 怕接受了他们的好处 丈夫要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直到山子给他肯定的答复 让他放心地拿下去收好 院里这三个客人 不会让自己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山子媳妇这才放下心来 领着好奇的儿子进了屋 他知道 丈夫和这三位客人的对话 自己和儿子最好一个字都听不见 山子感激起身 冲徐悦三人深深一败 多谢道友 别客气 都是自家兄弟文青忙把人扶起来 徐悦要了解的情况也了解的差不多了 跟山子问清楚一线附近的路后 便告辞离开 山子把人送到巷子口 分别前 徐悦想了想 还是给了山子提醒 过几日 你们要是听到什么关于西班子的事 最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山子听见这话 不但不怕 反倒异常的兴奋 压低声音激动问 是道友们要准备开始行动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大家伙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他愿意叫上其他的弟兄们 全力帮助道友们接下来的行动 徐悦见山子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轻轻摇了摇头 从他挥了挥手 再会戏班接下来的行动 山子这些人最好是不要掺和进来 什么都不知道对他们 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 虽然没能问出想要的答案 山子略感失落 但他也不笨 知道徐家军中的大人物 要在一线有所行动 还是很高兴地回家去了 徐悦三人离开居民区回到酒楼 女掌柜眼尖瞧见他们回来 又凑上前问了一遍昨天商量的事 女掌柜笑嘻嘻问 班主 你们想好了没 要是想好了 今晚的房前 咱们就不急着交了文青和徐悦对视一眼 想起在路上三人商议 出来的行动方案 时一片刻点了点头 女掌柜大喜 那一会儿先来一场 快要到晌午了 正是大堂里的客人最多的时候 也热闹不是文青抬手示意激动的女掌柜打住 提醒他 掌柜 的 您先别急着张罗 有件事您我得告诉您 咱们戏班子的剧目都是从幽州那边跟那边的人学来的 咱们演是可以演 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 文青话没说完 女掌柜就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 把她拉到一旁小声说 本地的那些把戏大家伙早看腻了 要不我怎么就偏找上你们呢 还不是想着让大家伙看点新鲜的吗 那边的就那边的呗 耍点把戏 唱个剧 还能有啥大事不成 哎呀 我说你们就别磨叽了 就这么说定了 午时上台 我这就让伙计给你们搭台子去 于掌柜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 说了就要立刻去做 拍拍文青的手臂 递给他一个放心 出了事解给你担住的眼神 便急急忙忙 招呼伙伴们忙活起来 文青倒嘴的提醒遇到这种情况 只能无奈地吞了回去 回头与徐悦兄妹俩对视一眼 三人心想到 该说的咱们都说了 是女掌柜你执意要我们演的 真出了事 可不好怪罪我们事先没提醒你 既然女掌柜都开始搭台子 那他们戏剧团成员也要准备起来 刚第一天登台 夹带的私话不能太多 免得引起城内官差的注意 于是 众人商议过后 决定让文青带双胞胎上台 跟大家伙讲一讲 徐家军光明神女的故事 说书嘛 又简单 效果又好 这年头大家没什么娱乐 到酒楼吃饭喝酒的人们 最喜欢听一些稀奇古怪的八卦 和鬼怪故事 于掌柜对他们表演什么 没有要求 只要能帮他把客人吸引过来 就行了 见徐悦等人要带住 两个长得粉雕玉珠的小娃娃登台 颇有几分期待 很快 约好的时间就到了 正午时分 果然是主街这边最热闹的时候 各家酒楼掌柜的都来到大街上 大声吆喝着自家的特色 从徐家军那边传来的煎炒烹调各色菜肴 最能吸引客人 于掌柜站在街上 与对面几家酒楼掌柜遇上 几家掌柜得意的冲女掌柜挑衅一笑 便喊起自家新研制出来的新鲜菜肴 于掌柜就淡定地看住他们喊 等他们喊完一轮喝水歇嗓时 直接让店小二把刚做好的花牌往门前一摆 上写着今日免费听书几个大字 对面几家掌柜看得奇奇一愣 其中和女掌柜关系不算太僵的掌柜好奇问道 你不是 嫌弃你家请来的说书老翁说的竟是一些老掉牙的故事 把人给赶走了吗 怎么又把人请回来了 于掌柜得意的伸出手指头左右晃了晃 今天请的是新的 说的也是全新的故事 保管你们从来没听过 第492章冲鸭 这句话说的 几位掌柜的好奇心顿时被吊了起来 于掌柜看他们那好奇的样子 挺了挺胸膛 懒得跟他们多说 见有行人走过 热情招呼道 近点吃饭就能听光明神女的故事 客观进来瞧瞧啊 全新的戏班子 保管是大家伙从前没见过的新鲜 光明神女这四个字在一线可太有威力 这里是距离幽州最近的一座济州县城 关于的徐家军的事迹 这里的百姓天然就比其他地方的百姓更加敏感 更何况是在眼下这个在普通老百姓们看来 属于是黎明前至暗时刻的时候 人们虽然不敢大声议论徐家军 但只要是听见有从徐家军地盘来的商人 老百姓们都会停下脚步上前围观 打听关于那边的一切消息 此刻 女掌柜才刚说出光明女神这四个字 过往行人就都扭头望了过来 女掌柜一看 立刻大声吆喝 说先生马上就要开奖了 听得行人纷纷朝酒楼内涌去 就算是没钱消费的普通百姓 也忍不住往酒楼附近靠 只想听听关于光明神女的事情 徐家军的一切 在外界看来都是那么的神秘 不可思议 而上面越是压抑不需百姓打探 人们私底下就越是控制不住 想要被徐家军的一切所吸引 几家酒楼的掌柜都忍不住挪到门口 想要听光明神女的事 不一会儿 大厅里就挤满了人 有位置的就坐着 没位置的就站住 七代又好奇地看住大堂里面 刚搭起的小台子 于掌柜看住这火爆的场面 笑弯了眼 见店小二们都忙不过来 心情极好 晚起衣袖亲自上手帮忙端茶上菜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女装打扮的文青身披白袍 手持法杖 款款登上舞台 往日的说书先生就是个老头 人们哪里看过这样美丽的说书先生 文青刚在暗机前坐下 酒楼内就爆发出了激烈的掌声 以及客人们放肆的欢呼 这般动静 又把不明状况的路人们吸引过来 把酒楼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文青享受着自己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时刻 微笑住 等待着一波一波的欢呼消停 这才一拍金堂木 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仔细听讲 光明神女想必一线的乡亲们 都不陌生吧 今日我们就来讲一讲 神女入梦渠子的故事 文青开了头 又清了清嗓子 将故事徐徐道来 话说 原第三年 鲜卑 乌环南下扰乱北境 徐家军神女大人夜观天象 测算出北地百姓将有大节 便化身普通龙女 孤身北上 不料途中遇到鲜卑耶和王子 带领大军 正在城内劫掠百姓 神女见此暴行 立即退去伪装 化出神像 召唤出百万幽灵大军 与鲜卑军作战 就像百姓把鲜卑人打得落花流水 屁滚尿流 抬上 人说的活灵活现 下台听众听得 庞扶青眼所见一般 随着文青的节奏 或紧张低呼 或兴奋欢呼 如痴如醉 幽灵大军大战鲜卑骑兵 这一整个大剧情说完 还不等听众们 缓过这股兴奋进来 文青紧接住 就讲起了神女的那一夜 那一晚 神女为召唤幽灵大军 对抗鲜卑蛮步 法力耗尽 卧倒在一块巨石上休息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入梦那一瞬 神女便知自己已经不在凡间 眼前烟雾缭绕 仙鹤轻身飞过 金玉砌成的巍蛾仙公 出现在天边 看得见 摸不住 人们听得睁大了眼睛 下意识往头顶望去 也想窥见仙公巍蛾一脚 就在这时 金光大圣 仙鹤口中 闲着两根金色柳条 来到神女跟前 文青 突然起身 抬手做出 接住什么东西的姿态 高声道 柳条画作 两个白胖胖的娃娃 落入神女怀中 酒楼内 突然亮起耀眼的金色圣光 听众们震惊地瞪大了眼 不敢置信地 看住两个粉雕玉珠的 神仙娃娃 在金光包裹下 落入文青怀中 是双生子 是神女的双生子啊 听众指着台上的 两个漂亮娃娃 激动喊道 正在给客人端菜的 女掌柜 吃惊得张大的嘴巴 手中托盘哗当一声 掉在了地上 傻了眼 真 真便出来了 女掌柜愣愣低男 就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实 被外公借助障眼法 丢到文青怀中的 徐东北和徐平原兄妹俩 对视一眼 露出窃笑 只见徐东北小手 往空中一抓 蓝光乍现 雨丝从众人头顶洒落 把傻眼的听众们 淋得齐齐一哆嗦 总算是回过神来 雨 女掌柜刚好缓过镜又傻了 雨丝不大 温柔地落在脸上 掌中在蓝色的光芒映尘下 给人一种无比安心的感觉 人们渐渐忘记刚刚的震惊 沉浸在这份神奇的感受中 可惜 没等他们多享受片刻 雨丝就消失了 台上的文青把徐东北放下来 继续讲述 哥哥可以控制风雨 身负神光 是徐家军的守护化身 徐平原坐在文青尖头 趴得一拍掌 几缕黑烟从他身后冒出 似乎是被召唤出来的亡灵 在他身后卑躬屈膝 已是忠诚 妹妹是亡灵的使者 生死只在他一念之间 这些都是死在客栈后院厨房里的积压亡灵 根本没有什么能力 徐平原早就完腻了 但看在观众眼里 这样真假难辨的一项 让人挪不开眼 虽然片刻后意象就消失 文青的解释也随之而来 听起来有理有据 就是一些简单的魔术小把戏而已 但对于初次接触的异线百姓们来说 这一幕 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而光明神女和两个神子的故事 也迅速在城内转开 关于徐家军受到神明拥护 天选之子的说法也在发酵之中 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戏班子初次尝试 大获成功 女掌柜也因此尝到了甜头 看住账本里蹭蹭往上涨的数字 已经不满足于让戏班子 只是说徐家军的神女时机 还想让戏班子多弄几出 和徐家军有关的戏 于是 在连层说了两天 四场神女入梦曲子的故事后 第三天 戏班子在台上 演起了徐家军戏剧团的经典剧目 七老四怒打王大标 这出戏开场之前 徐悦认真地对成员们叮嘱 一旦情况有变 直接给我跑 分开跑 快速跑 拿出咱们打游击的精神 成员们 包括听得半懂不懂的徐东北 徐平原 梁小枝 都认真点了点头 表示已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 很好 徐悦看住所以成员 从大到小 道友们 百姓思想解放就看你们了 全体成员郑重低吼 保证完成任务 请首领放心 徐悦大手一挥 去吧 我的战士 徐东北和徐平原 两个小不点熬的一声 爬上舞台 冲压 第493章 一线线令 可惜 刚爬到舞台上 就被外公一双无情大手 一边一只 直接拎下台 徐大好笑道 今天没你们的戏 兄妹两顿觉失落 不高兴地搭拉着小脑袋 从外公手上挣脱开 找舅舅和小姨玩去了 酒楼大厅里 表演正式开始 为了方便到各种地方 做宣传表演 文青等人的表演形式 就是就地取材 怎么方便怎么来 没有锣鼓做配乐 就用木桶倒过来放 木棍敲在上面 就是现成的背景音乐 还有擅长口技者 在幕后配音 一个大差不差的舞台 就弄出来了 表演是话剧的形式 中间掺杂舞蹈和杂技 说的唱的都是大白话 完全没有观看门槛 就连街边精神状态 不正常的叫花子 也能听得懂 看得明 这种接地气的表演 对人们来说 是非常新鲜的 就算见多了 风雅表演的达官贵人们 偶尔换换口味 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加上还有各种 魔术特效存在 简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一场齐老司怒打 王大彪的节目表演下来 大厅里全是痛骂 反派王大彪的声音 人们情绪很激动 表演者演得太逼真 差点被人丢烂菜叶子 但不得不说 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这时候的人们 和现代的观众不一样 娱乐本来就少 一出戏就算看过一遍 再来几遍也不会觉得腻 还有很多人 没能赶上这场戏 听看过的人们说 戏演得十分精彩 慕名而来 事已 当天下午 酒楼大厅直接爆满 就连包厢和后院空地 都租出去了 只为过来看这出新鲜的戏 有人看 戏班子就演 一个眼泪了就换下一个 大家伙轮番上场 就连徐岳父子三人 打酱油的也都上场 跑了几次龙套 此时此刻 看戏中的那些 异线官吏们 根本没有想到 徐家军首领 居然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上台跑了好几遍龙套 只是一出戏 一线的百姓们 却一点没有看腻的意思 徐岳等人一连三天 每天两场的 在酒楼里演着同一出 场场都能爆满 这几日 酒楼里光是卖出茶水糕饼 就赚得盆满钵满 外地过来的商队 听见这边热闹 也都特意过来这边住店 凑个热闹 生意最好的那一天 上午十点多 第二天的客房就被订光了 一个小小的县城酒楼 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成功调起了一线县令的好奇心 于是 在戏班子把七老四怒打王大镖这出戏 改成徐家军这出戏的那一天 酒楼大门前 驶来一辆敞篷豪华马车 马车前 官差开道 马车上 一线县令以及家眷就坐在那里 好奇地朝酒楼内张望 这样的排场 挤在酒楼门前的老百姓们一看 下意识净声 并往后退去 不敢招惹 很快 先前还挤得水泄不通的酒楼大门前 就自动露出一条通道 深住便服的县令和家眷 在丫鬟小丝的搀扶下走了进来 门前顿时跪了一地的百姓 喧闹的酒楼变得安静 在绝对的强权面前 老百姓根本发不出一点自己的声音 也不敢发声 现在是上午11点左右 距离中午那场徐家军表演 还有一个小时 徐悦等人正在整理舞台 双胞胎在台下自古玩耍 偶有调皮 但都无伤大雅 酒楼里的伙伴们还会帮忙看顾几眼 他们非常喜欢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还懂得变戏法的可爱小娃娃 两小人玩着 突然发现 身后喧闹的大厅不知何时安静了下来 奇怪的扭头看去 就见一对衣着华贵的男女 正带着两个妻 八岁大的小孩 在仆人的搀扶下缓缓走来 徐东北和徐平原争了一下 很快就意识到大厅内的安静 是因为这几个人到来的缘故 于掌柜急匆匆从后院冲了出来 赶到这一行人面前之前 又急忙放慢脚步 以免失礼 他心里有些慌张 不是因为酒楼里来了县令大人一家 而是担心戏班子关于徐家军的表演 会带来不好的事 但不管怎么样 县令大人都来了 他只能硬住头皮细行招呼 父不知大人 夫人 公子 小姐到来 有失远迎 还望大人和夫人恕罪 女掌柜深深一败 脑袋都快要扎进地里去了 一线县令是个三十左右的青年男子 身材中等 五官端正 留着时下流行的山羊湖 身住如山 一副文人打扮 他身旁的年轻妇人 穿着杂菊锤柠柠柠裙 裙上的锤柠色彩浓艳 站在一众黄辉蚂蚁百姓之间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这是位容貌美丽的夫人 可以从他身上的福祉看出 他属于贵族阶级 一线在冀州算是个小地方 但也没有那么不起眼 他位于幽 冀交界处 商路直通 一直都很富庶 能到一线当县令 家族上面一定有人 徐悦站在舞台幕后 看住女掌柜 对县令夫妇二人 卑躬屈膝 谄媚讨好 而夫妇二人 一副理所应当 甚至有些嫌弃的高傲模样 心里很不舒服 女掌柜招呼伙计 抬来前进的席子和暗戟铺团 夫妇二人身旁的侍女 嫌悟地看了那几个伙计一眼 掏出圈帕 把暗戟上残留的一点油渍 擦了几遍 这才跪下 高高抬起双臂 让主人扶着就坐 这就是所谓的贵族气派 县令夫妇一来 大厅内再也没有站着的人 先前付了桌废的商人们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默默退了出去 最后 留在大厅的客人 只剩下几位 看似与县令有点交情 小心奉承的豪身 以及几位不明所以的外地商骨 这位县令倒是没有刻意清场 但也没有开口说什么 请无视我 你们该干嘛干嘛的客气话 似乎 平民百姓和商骨的退让 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而那些平民百姓和商骨们 也很自觉地遵守着 由上对下制定的所谓规矩 不敢逾越 待到所有人都站到了 应该属于自己的位子上后 还在台前站住 睁着大眼 好奇观察周围变动的徐东北 和徐平原 就显得非常扎眼 那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还不带下去 县令夫人身前的女仆 奸生贺问道 第494章 人生而平等 女掌柜背后的心脏狂跳了一下 心里很不爽 但也不敢说那婢女什么 冲着舞台附近的伙伴们挥挥手 让他们快点把这对兄妹带下去 台颜扫了下舞台前的幕布 奇怪了 戏班子里的人 怎么一个都不出来拜见县令 是被吓到了吧 女掌柜暗暗地想 要是真被吓到 那可就麻烦了 县令一家明显就是过来看他们唱戏的 要是唱不动 影响了县令大人的心情 他这小小酒楼岂不是要晚 正担忧着 幕布后的人终于走了出来 徐岳和徐大郎出现 从县令一家面前走过 淡定地抱起自家的娃娃 转身 走回幕布后 全程就像是没看到外面的县令大人一样 只看到那些婢女瞪大了眼 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却因为太过震惊 根本说不出来 最后 只能眼睁睁看住徐岳和徐大郎被两个小孩抱走 那是什么人 县令大人疑惑质问 女掌柜擦了把头上的细汗 小心答道 那是戏班子里的学徒 都是粗野乡人 不懂规矩 还请大人不要怪罪 回头妇人这就去说他们 听出女掌柜的维护之意 县令妇人轻蔑地一撇嘴 我都说了 不过是些下酒流的把戏 不值得相公亲自来这一趟 相公还非要捅我 降不过 来都来了 那就看看吧 让他们上台开始唱吧 县令大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知道妻子因为自己非要来而心中不快 也不好说什么 冲女掌柜点点头 示意她赶紧安排 至于现在距离原定表演时间 还差半个多小时的事 直接忽略了过去 女掌柜敢说什么 扶了扶身 退下来到舞台幕后 见到徐悦等人都在这好好站住 并没有惊慌失措 顿时松了一口气 原本咱们今天是要上哪个戏来住 女掌柜压低声音疑惑问道 她被县令一家的突袭搞得心态有点崩 本来该记得清清楚楚的事 一下子就是想不起来 文青看了徐大一眼 徐大怂恿地挑了挑眉 文青咽了口口水答道 徐家军徐家军 讲什么来住 女掌柜又问 前几次她从不管剧目内容 但这次不得不谨慎起来 很明显 县令一家是被戏班子的表演引过来的 剧目里一点关于徐家军的内容都没有也不行 但太多就过了 要是宣扬徐家军高大为案的 那想都不要想 文青又瞥了徐大一眼 徐大还是怂恿的目光 文青便说 讲的是一个受伤的徐家军 被一对妇女救下的故事 很简单 没有七老四拿出戏那么多打戏 是文戏 徐掌柜听见文戏这两个字 下意识放松了警惕 点点头 催促道 行行行 那 你们快点上台吧 可别让大人们久等了 要是怪罪下来 咱们全都吃不了多住走 徐岳众人点点头表示知晓 目送女掌柜离开 女掌柜一走 文青顿觉心虚 试探着问 要删改吗 他们 已经留在城里好些天 如果今天刚演完这么一出 就得跑路 前面的克制多少显得有点不值 徐大郎一向不发表什么意见 徐岳和徐大对视了一眼 妇女俩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抹疯狂 不改 妇女俩一口同声地说 他们就是要让一线的百姓知道 徐家军来了 文青深吸一口气 看向同伴们 重重一点头 换上戏服 拿上道具 上台 不上台的人也没闲着 在徐岳父女三人有序的指挥下 回后院为即将到来的跑路计划做准备 行李装车 先把牛车送出城 而后安排人手在一线府衙和酒楼附近盯着 一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跑路 大厅内 文青返串的女儿已经把带回家的陌生男子救醒 正在询问对方的身份 得知男人是徐家军 端要进门的老父亲顿时一惊 要往花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在安静的大堂里发出一声巨响 惊得酒楼内外的人们心猛的一跳 你是徐家军 老父亲一声不敢置信地怒吼 尹德县令一家齐齐皱了眉头 心中生起一股说不出来的一样 紧接住 便是那个受伤男人虚弱的解释 女儿也在旁边帮腔 男人说自己是徐家军 不是坏人 徐家军不会伤害任何无故的老百姓 他也不要老百姓任何东西 他只是遇到了困难 希望能够先住在老农人家 等伤好后 他联系上了道友们 就会把欠下的药费给老农人还上 老农人半信半疑 在女儿的祈求下 只能无奈答应让这个徐家军留了下来 于是 这名徐家军就在这老农人家里住了下来 伤好得差不多后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 上山打柴 下河挑水 把老农人家里的重活全都包揽下来 而且还教村里的年轻人们学用武器 教他们十字算术 告诉他们该如何抵挡匪徒 这个徐家军为村里做了很多事 渐渐的 老农人对这个徐家军有了改观 也对世家豪神们口中 那个坏透了的反叛徐家军 有了全新的了解 最后 道友们找了过来 还了老农人医药费 帮忙村里村民们忙完春耕 留下更先进的种植方法后 带着受伤的徐家军离开了 徐家军们离开的那一天 全村老少全部出洞 依依不舍地跟住徐家军们走了很远 事后 村里的大户加重了土地租金 把村民逼到绝路 那一刻 村民们想起徐家军们说过的话 人生而平等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们要拿起自己的武器 去捍卫属于自己的权益 哪里有压迫哪里 就有反抗 去他娘的是农工商 去他娘的皇帝贵族 我们是人 我们要站着活 乡亲们 拿起你们的武器 跟住我 跟住徐家军 我们一起去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田地和租金吧 由戏剧团成员扮演的村民们 纷纷拿起锄头和镰刀 气势汹汹地朝住压榨相邻的大户加杀去 县令 一家忽然感觉酒楼内外的气氛变得不太对劲 无声的冲天怨气在酒楼上空蔓延 那一个个沉默的人 即将爆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启特别卫团